第361章奇葩女子 反正黄小龙还没吃饭 因此就和武珊珊约了个晚饭 黄小龙估摸着今晚肯定会很好玩 便是乐滋滋地出了门 和武珊珊在约好的地方碰头 这是一个极为繁华的商区 灯火璀璨 有成熟的美食街和购物广场 据说 演艺也是约武珊珊在这边见面 嘿 这儿人流量蛮大的喝 黄小龙站在一家中餐馆门口等武珊珊 晚风一吹 心情愉悦 这时 手机来电铃声响起 黄小龙拿出手机一看 倒不是武珊珊打过来的 而是美美打来的 大师 刚把电话接起来 黄小龙就听到美美那标志性的骚猫式的爹声 那啥 有话只说 黄小龙笑道 大师 是这样的 今晚 演艺要我把U盘交给她 美美赶紧说道 不 U盘里的视频 演艺没有提前看过吧 黄小龙略有些警惕地问道 你呢 你也没偷偷看吧 大师 您交代的是耳 我记在心里呢 没看 演艺没看过 我更没敢偷看 美美讨好的道 那行 今晚把U盘给演艺 咱们大家一起看 黄小龙忍不住笑了起来 大师 演艺约我在正泰广场这边见面 貌似她是要在商场的LED大屏幕上播放U盘里的视频 商场有工作人员是她的哥们 美美将自己知道的情况讲了出来 我人就在正泰广场 好了 等会让你见机行事 黄小龙叮嘱道 嗯嗯 大师 我现在去和演艺碰面 美美舞昧发笑 挂了电话 恰好武珊珊也来了 她穿一条淡蓝色牛仔裤 简简单单的T恤 185的身高 精致的瓜子脸 包刀女星志玲姐姐的面容 美的帽泡 除了武珊珊之外 还有一个少女跟着她 是一个下身穿水洗白牛仔裤 球鞋 上身一件曼联队7号球服的女孩 年龄与武珊珊相仿 长得倒是挺清纯 挺卡哇伊的 可是呢 有一个问题 没胸 在黄小龙认识的妹子里 苏小曼算是个太平公主 但好歹还是有点的 可武珊珊带过来的这个少女 真的就是个飞机场 估摸着连A都没有 尼码就两个荷包蛋式的 可惜了 白瞎了这个妹子啊 长得蛮不错 可惜是个飞机场 黄小龙有些万喜的摇了摇头 小龙 武珊珊一见黄小龙 脸上就堆满了笑容 眼泼也温柔了起来 耶 珊珊 你还真是坠入爱河了 飞机场妹只一脸惊诧 我倒要见识见识 是怎样的汉子 才能寻服你这头脱缰的野马 我叔柳飞磊 你还取笑我 我一片好心把你带来见我男朋友 就是为了帮你驱鬼 你再取笑我 我让我男朋友不管你了 你自个儿回去住 半夜三更 鬼吹灯 我看你害不害怕 武珊珊故意恐吓道 哎呀 我开个玩笑嘛 珊珊你现在这么小气 那飞机场妹只细细打亮了黄小龙一番 然后在武珊珊耳边低声道 珊珊 你男朋友长得倒是不错 挺秀气的 不过我很好奇 你这么牛高马大的 在床上 到底是你玩他 还是他玩你啊 武珊珊素以性格泼辣著称 但亦是有些吃不消飞机场妹只柳飞磊 那荤素不济的说话风格 脸蛋人为红 瞪眼道 关你屁事 黄小龙听力超然 隔得远远的 便是听到了武珊珊和柳飞磊的聊天内容 胖子这个朋友的尺度很大啊 不过他跨骨紧密 明显就是楚 而不是什么风尘女子 泽泽 表面看很清纯 骨子里非常的马叉虫啊 黄小龙暗暗评估着 小龙 这是我朋友柳飞磊 碰面后 武珊珊立刻介绍道 刚才我在电话里已经告诉你了 飞磊租的那个房子有点问题 具体的细节 等会吃饭的时候 让飞磊自己告诉你吧 不 幸会 幸会 黄小龙随口敷衍道 你确实有问题 不 准确地说 你住的地方有问题 不干净 啊 小龙对吧 你还没去我租的房子里看呢 你就知道有问题 你该不会是吹牛的吧 柳飞磊用执疑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看来这位只不太懂得说话的技巧 是个一根筋的人 不 是这样的 你身上有鬼气 山根处有暗闻 且无光 这是要走霉运的兆头 黄小龙一脸认真的道 你是铁定碰上脏东西了 不过没关系 既然你是胖子的朋友 这事儿我会帮你搞定的 免费 看 你还真是头头是道啊 柳飞磊半信半疑 听珊珊说 你还在读大学 现在的大学生真牛啊 还兼职抓鬼驱邪 嗯 业余时间赚点零花钱 黄小龙礼貌性的客套道 不过说实话 他不太喜欢这个飞机场 说话太鲁莽了 哦 那不错 我是珊珊的同事 不过我是扫黄族的剑黄师 剑黄师你造吧 每天的工作就是看天人 柳飞磊一本正经的说道 小龙 以后有啥想看的片子 找不到的 直接告诉我 我传给你 额 黄小龙呆了 旋即眼睛一亮 直接把柳飞磊的双手握住了 幸会 幸会 很高兴认识你 你放120个星 今晚 我帮你把出租屋的脏东西搞定 我咋看你们有点狼狈为奸的感觉呢 武珊珊在一旁嘟囊着嘴道 先进去吃饭吧 黄小龙笑嘻嘻地领着两人进了餐馆 三人开了个包间 点了几个家常菜 一边吃一边聊了起来 主要还是柳飞磊在唠叨 黄小龙和武珊珊一边吃饭一边听着 柳飞磊讲了好半天 才把他遇到的麻烦事而给交代清楚了 他在不久前 贪便宜 租了各旧小区 一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 之前这户人家是一对退休的老头老太太 因为子女没有在身边 两老口寂寞 养了一条太敌犬 也算是给自己找个办 可是有一天 太敌犬失踪了 把两老口寂得啊 满小区找 总算是把狗找到了 结果已经死了 是被人弄死的 据说死的还挺惨 后来呢 两老口就莫名其妙的在家里上吊自杀了 过了半年 两老口的儿女们出面 处理这套房子 也没卖 就是租出去 然而 当房客住进来后 每天凌晨一点 就听到阳台上有动静 去查看 什么都没有 然后外面还有人咚咚咚的敲门 打开门一看 外面也没人 遇到这种怪事人 房客自然不敢再租了 房子辗转了十几个租客 没有一个能住上一个星期的 其中有一对小夫妻 女的环被吓到精神病院去了 哦 这么回事儿啊 黄小龙点了点头 那你晚上听到啥动静了没有 有啊 怎么没有 柳飞蕾的脸色 变得有些惊恐了 每天晚上 凌晨一点 阳台上好像有人在走 然后屋外咚咚咚的敲门 把我给吓尿了 小龙 姗姗 实话告诉你们 我是个穿红内裤的人 辟邪啊 可没用 每天晚上凌晨一点 准时准点闹动静 太吓人了 胖子 你这同事还真是多奇葩啊 黄小龙把嘴巴凑到武珊珊耳边 逼声说道 是不是因为胸太平了 心里扭曲了啊 出话这么大大咧咧的 武珊珊一脸尴尬 出话间 黄小龙下意识地就盯着柳飞蕾的胸 小龙 你是不是有点鄙视我 恰好柳飞蕾也看到了黄小龙的眼神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 解释飞机场 相亲三十五四 一概被男方拒绝了 呵呵呵 你 你说话够直接的 黄小龙都有点招架不住了 唉 柳飞蕾长叹了一口气 眼睛里面 居然有泪花在闪烁 语气也变得有些自嘲 我懂 你们男人 都喜欢胸大啊 你看看珊珊 本钱雄魂 谁特马喜欢飞机场啊 姐这辈子注定孤老 等等 眼看柳飞蕾就要落泪了 黄小龙赶紧从随身帆布包包里面 取出一个木瓶子 倒出四粒豌豆大小 土黄色的药丸子 停 那啥 你听我说 千万别哭 我最见不得女人哭了 你看这药 黄小龙苦口婆心的解释了起来 我有个朋友 和你一样 也是 嗯 也是发育有点问题 比一般女人的小几号 所以我这段时间 选了一些中草药 用独门秘方 炼制了几粒药丸子 准备给我朋友服用 可是呢 这种丹药 是我第一次炼制 我目前还没有搞清楚用量 这药 黄小龙是替苏小曼炼制的 丰胸药 纯天然药材炼制 绝对无副作用 不过还没找到小白鼠做实验 黄小龙只知道这药能丰胸 但每一粒药的药效会达到什么程度 黄小龙就一概不知了 所以也没急着拿给苏小曼吃 黄小龙本来想对柳飞蕾说 你要是急 你先拿一颗去试试效果 可是赫然之间 柳飞蕾眼睛都绿了 他猛然一起伸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从黄小龙手中 把那四颗药给劈首夺过 然后一拔往嘴里送去 咕咚 合着口水就咽下去了 黄小龙和武珊珊都懵逼了 不是 我都说过了 这药还不知道用量 你这是 你疯了 黄小龙骇然道 此颗药 你就这么不问青红皂白的吞了 管他的 反正我这么活着也不开心 每天都被人嘲笑 相亲失败三十五次 人生耻辱 柳飞蕾满不在乎地坐了回去 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水 小龙 别操心 这药 有效果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就算没效果 把我给吃死了 全当是解脱了 姐就不遭这份罪了 胖子 这 这姑娘是我进程以来 唯一服气的人 黄小龙一脸认真的看着武珊珊 我真的服她 武珊珊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她都有些后悔带柳飞蕾这朵奇葩女子来见黄小龙了 这个时候 武珊珊的手机铃声响起 她一看 脸色便是严峻起来 严一打电话过来了 第362章打死这个人渣 黄小龙示意武珊珊接电话 武珊珊把电话接起来 和严一交涉了几句 便把电话挂了 柳飞蕾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黄小龙 小龙 情敌打来的黄小龙没搭理柳飞蕾笑着看向武珊珊 胖子 言一咋说 让我立刻去广场 务必要九点钟之前赶到 说要给我看精彩的东西 武珊珊一脸狐疑 黄小龙看了看时间 然后站了起来 现在18点45 还有15分钟 咱们赶紧过去吧 结了账 三人静止前往广场 吃饭的地方离广场不远 不行几分钟就到了 此时此刻 广场上人山人海 各种商贩云集 游人如知 灯火辉煌 广场的一边 是一个大型的购物商场 外墙悬挂着高清LED大屏幕 正在滚动播放着广告 今晚延一打扮得很是阳气 发型一丝不苟 还特意喷了一些香奈儿男士 运动古龙香水 她不停地抬起手腕 看着时间 我和小邹说好了 九点钟开始播放那段视频 妈蛋 珊珊咋还不来 今晚 珊珊就会把那个黄小龙的真实面目看透 在她伤心欲绝的时候 我趁机怀柔 说不定她就会直接投入我的怀抱 哈哈哈哈 完美 不过 那段视频 我倒没看过 只是眉眉那浪提子 把视频吹嘘的天花乱坠 恩 等会好好欣赏一下 演艺可兴奋了 这个时候 黄小龙 武珊珊 柳菲磊 三人静止地招演艺走了过来 哈哈 珊珊 你来了 演艺一脸放红光地迎了上去 你叫我出来干嘛 武珊珊一脸冷色地道 呵呵呵 珊珊 叫你出来 自然是有重要的事情拉说着 演艺用幸灾乐祸的目光 看向了黄小龙 有喝 你也来了 正好 好得很 噗 黄小龙忍俊不及 有什么好的 珊珊 我告诉你 你人太单纯了 容易被欺骗 有的人 表面上干乾淨淨淨 丝丝纹纹 但骨子里却是非常的下流 肮脏 珊珊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有必要 让你看清楚 某些人的真面目 我相信 等会尔 你会大彻大悟的 演艺一边说一边用眼角余光 挑着黄小龙 你这是在指桑骂怀对吧 武珊珊火了 你在装神弄鬼的 我马上就走 珊珊 你给我几分钟 就几分钟 演艺抬起手腕 看了看表 然后直接走到广场的正中间 那里搭建了一个临时舞台 一个卖保健品的商家 请了一个主持人 拿着话筒正在宣传 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 演艺冲上舞台 那主持人直接将话筒递给他 明显是早就安排好的 演艺手握话筒 声情并貌的道 各位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这一发话 立马 广场里 很多人就将目光集中了过去 不是吧 珊珊 这家伙是想在广场里 对你当众表白 柳飞了一脸夸张的表情 小龙 这可是个劲敌啊 当众挖你墙角 细细 咱们慢慢欣赏他的表演 黄小龙玩味一笑 舞台上 演艺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 我是滨海加拿大国际学校的一名游泳教师 我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玩伴 我很喜欢他 可是 他却有了男朋友 这话题比较有噱头 舞台下 广场中 响起了吹口哨的声音 哄哮的声音 演艺压了压手 示意大家安静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孩子 有了归属 本应该祝福他才对 毕竟 我对他的爱 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 送给他飞翔 嘖嘖 能说会到啊这人 柳飞蕾感叹了一句 脸皮倒是够厚的 歌词都用上了 无耻 舞姗姗气地要死 要不是黄小龙拉住他 他早就冲上舞台打人了 可是 我发现 我心爱的女孩子 他所谓的男朋友 居然是一个道貌岸然 披着羊皮的狼 他是个淫途 他欺骗了我的女神 当然了 口说无凭 不过 我找到了证据 现在的时间 是晚上九点整 请大家看商场外的LED大屏幕 演艺伸手往那快巨大的LED屏幕上一指 所有人的目光都跟着移了过去 哈哈哈哈 黄小龙 这回 我要你一臭万年 舞台上 演艺朝黄小龙的空头来了愿毒至深的眼神 赫然 LED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的广告 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 是另外一幅画面 那是在一个宾馆里 演艺和一个身穿滨海加拿大国际学校校服的女孩子 坐在床檐上 她伸手揽着女孩的小蛮腰 两人正在聊天 画质很完美 让人看得很清楚 就好像是在看电影似的 而音响效果也是顶呱呱 尚文飞 严老师 今天不做行不行 严艺 飞飞 你怎么了 老师已经把房间开好了 而且我们有大半个月没亲热了 不做 飞飞你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对老师没感觉了 老师说过 等你考上大学 就正式公布咱俩的关系 尚文飞 不是 严老师 我 我怎么可能对你没感觉 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你的啦 只是 不能做啦 因为啊 我怀了严老师你的宝宝啊 严艺 飞飞 这种玩笑 不能乱开 你 你 你想吓死老师啊 骚然 整个广场 一片安静 而严艺 更是像活见了鬼一样 踏实魂落魄的看着LED大屏幕上 正在播放的视频 额头之上 冷汗如瀑布一般 一丝丝的渗了出来 下一秒 卧槽 视频里那的女孩子叫尚文飞 是我邻居 前段时间投胡自尽了 妈蛋 想不到 和这个游泳老师有关 畜生 连高中的学生都不放过 丧尽天良 妈的 看不下去了 打死他 打死这个人渣 轰 四面八方 不知道多少义愤填膺的人民群众 一窝蜂地涌上了舞台 对演艺拳打脚踢 黄小龙开着车 愉快地吹着口哨 武珊珊和柳飞累坐在后座 畜生 真的是畜生 小龙 刚才你要是不拉着我 我绝对冲上去给他挤脚 武珊珊愤愤不平地嚷道 算了 胖子 消消气 法律会制裁他的 打这种人 会脏了我们的手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现在就去飞累的出租屋抓鬼吧 小龙 怎么抓 你给讲讲 柳飞累一脸好奇地问道 根据你的描述 那脏东西 每天凌晨一点 会准时出现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那今晚 我们就来隔手 猪带兔 顿了顿 黄小龙继续解释道 其实呢 探定一个房子里 有没有鬼 鬼会啥时候来 最简单的方法 是带一条狗进去 因为狗有阴阳眼 对于一般的道士来说 养条狗等于多了一个帮手 很多养过狗的人 都有这样的经历 尤其是在夜晚 出去遛狗的时候 狗会经常对着一些无人的地方狂叫 其实这个呢 就是狗看到脏东西的表现了 额 小龙 可我家没养狗啊 要不 我去借一条 柳飞累道 不需要了 今晚 我准备让你们开开眼界 用另一种方法 让你们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鬼是怎么跑屋里来的 黄小龙笑道 耶 怎么突然感觉 有点瘆人了 五山山略为有些紧张了起来 第363张脏东西来了 柳飞累租住的小区 是一个比较老的小区 但环境还算不错 黄小龙把车停好后 柳飞累带着他和五山山 进了小区 刚一进小区 黄小龙心头唯唯一愣 这小区里 是有孤魂野鬼的气息 但还有一种极音极煞 充满了戾气的玩意儿 哦 我明白了 小区里不仅仅有鬼 还有那啥 黄小龙心头了然 不过倒是没有直接说出来 死过人的房子 如果闹鬼 就是凶宅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飞累 你胆子挺大啊 连凶宅都敢租 啊 哈哈哈哈 柳飞累干笑了几声 颇有点外强中干的味道 我就是一时贪便宜 哎 天下果然没有免费的午餐 五山山在一旁低声道 小龙 凶宅你能处理吗 哈哈哈哈 这算什么 黄小龙一本正经的道 滨海第一凶宅之道部 在网上看到过 咋了 柳飞累一愣 滨海第一凶宅 就是我搞定的 那可比你租的这个房子凶多了 好了 今晚看我的 你们别担心 我会让你们一直保持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 来鬼杀鬼 来腰斩腰 黄小龙凛然道 他眼中那超然的自信 让得五山山心头一暖 涌起一种自豪之意 柳飞累在这一刹那 也是怦然心动 心说 这家伙还挺有魅力的 进了柳飞累的出租屋 两室一听 家具也比较古旧了 打扫得算是比较干净 黄小龙在屋里转了一大圈 尤其是跑到阳台上观望了好一回儿 小龙 发现什么情况了 柳飞累紧张兮兮地跑到黄小龙身旁 呃 屋子里是有残留的鬼气 不过他们今天还没来 黄小龙煞有介事地道 他们 柳飞累骇然道 你的意思是说 不止 不止一个 是啊 你不是说凌晨一点 阳台上有动静 屋外还有敲门声吗 那至少的是两只鬼吧 黄小龙回到屋里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柳飞累跟在黄小龙身后念叨着 小龙 现在怎么办 武姗姗问道 今晚我就在这儿住一宿 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 黄小龙坐在客厅沙发上 胖子 你要是想回家 就赶紧回去吧 反正小事一桩 我帮飞累搞定 哦 算了 我留下来陪你们 武姗姗功能道 虽然他这人也是没有城府 直来直去的人 但也不放心自己的男朋友 和一个女孩子共处一室 谁知道干柴烈火的会发生什么啊 虽然柳飞累是个飞机场 但至少五官长相还是挺清纯挺卡哇伊的 单看脸 就是美女一枚 扑 姗姗 怕我给你戴绿帽子 柳飞累夸张的直接挽住黄小龙的胳膊 你家小龙这么帅 这么man 你要看景点哟 要不然 我就给你抢了 且 我才不怕你呢 武姗姗挺了挺胸 前台词就是 老娘本钱比你足 嘿嘿 我可是吃了风胸药的 姗姗 走着瞧 柳飞累几枚弄眼的道 既然武姗姗已经打定主意要留下来过夜了 三人就关了门在屋里玩 黄小龙倒是一本正经的坐在卧室里电脑前 上网查阅资料 关于这个老小区 近年来倒是怪事频发 一开始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退休粮劳口养的太敌犬失踪 找到的时候 已经死了 而且是被虐死的 网上有照片 非常惨 眼珠子都被抠出来了 皮毛烧焦 尾巴被活生生剪掉了 肚子剖开 肠子都拉拽了出来 肯定是心理变态的虐狗人士干的 狗死了不久 小区里开始死人 死的是一个单身住户 女的 三十来岁 离异 跳楼自杀 这女的死了的第七天 也就是头七的时候 这个屋子的梁老口就在自己屋里上吊自杀了 这个小区有点邪门 黄小龙点燃一支烟 脑子里盘散了起来 不过这一切的起因 应该就是那条太敌犬的死 哟哟哟 小龙 我看你的表情 好像大侦探啊 在分析案情 柳飞雷给黄小龙剥了一盘荔枝端 阿小龙你真帅啊 难怪人家都说 男人在专注干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最帅的 现在几点了 黄小龙问道 差不多快到零点了耶 柳飞雷看了看时间道 那距离他们过来的时间 也不多了 我们准备一下 黄小龙站起身来 等惠儿呢 我就亲眼让你们见识见识 他们是怎么来的 客厅 三人坐在沙发上 胖子 飞雷 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 黄小龙吩咐道 武珊珊和柳飞雷一言照办 将自己的手机拿了出来 现在你们在网上 多充点话费 黄小龙道 阿 充话费 武珊珊和柳飞雷 一口同声的诧异道 不过他们也没啰嗦 各自给自己充了几百块钱的话费 黄小龙把两人的手机拿了过来 从随身帆布包包里 取出两张黄纸符转 分别贴在他们的手机上 这个符转是我自己研究的小玩意儿 一般鬼魂的力量 可以影响电子设备 我给你们的手机上贴了符转 等惠儿脏东西来了 就不会受到影响而莫名其妙的关机 而且 这种符转还可以增强手机对脏东西的感应 现在已经深夜了 小区里非常的安静 有脏东西来屋里 普通人的耳朵是可以听到一点动静的 但更为细微的环节 却是完全听不到的 而电话的电波 对于脏东西的感应 比普通人的耳朵要敏感很多 更何况 我在你们的手机上贴了符 时间已经是0点30左右了 距离鬼斜进屋 还有半个小时 当然不排除他们提前来 黄小龙走到阳台上 用柳飞蕾的手机 拨通了武珊珊的手机号码 然后拿着武珊珊的手机 把柳飞蕾打过来的电话接通了 并按了免提键 黄小龙把柳飞蕾的手机 留在阳台上 他手握着武珊珊的手机 现在把房子里的所有灯都关了 我们一起去卧室等着 顿时 屋子里漆黑一片 卧室三人为座 黄小龙手里拿着武珊珊的手机 因为按了免提键 所以阳台上的动静 都可以通过柳飞蕾的手机 第一时间传到武珊珊手机上 我的天 这种抓鬼的方法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和电影里演的都不一样啊 柳飞蕾惊叹不已 我这也是与时聚敬麻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好了 时间快到了 都别说话 三人尖口不严 聚精会神看着散发局色光芒的手机屏幕 屋子里极尽无声 这个小区的环境也是万籁聚集 只是听到武珊珊的手机里 传来一些呼呼呼的风声 这显得极为圣人 东客厅里的时音中 敲响了凌晨一点的钟声 赫然 嘶嘶嘶嘶嘶 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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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珊珊的手机里 传出一阵阵诡异的声音 绝对不是风声 而是其他的什么声音 紧接着 救命 救命 救救我 救命啊 一把女人的声音 非常清楚地通过武珊珊的手机 传了出来 脏东西来了 黄小龙嘻嘻一笑 第364章真相大白 此时此刻 武珊珊和柳飞磊 都吓得全身脏毛了 虽然他们还在强行镇定着 但脸上那细细密密的冷汗 还是出卖了他们 救命 救命 女人的嗓音 极为的凄惨 其音调很是怪异 不像是人类所能够发出的声音 紧接着 就是一种有东西在地板上拖动的声音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 从阳台上 爬到了客厅里 嘿嘿 好了 我们一起出去瞧瞧 马上就该真相大白了 黄小龙兴奋莫名 不管是大鬼还是小鬼 厉鬼还是孤魂野鬼 只要是抓鬼 黄小龙的兴趣都很大 这时 他眼睛都发亮了 从随身帆布包包里 取出两张线形符 就朝卧室外走去 武珊珊和柳飞磊不敢留在卧室 跟着黄小龙出去了 柳飞磊拿着武珊珊的手机 产生咕咙道 之前只是听到阳台上有声响啊 惊天邪了 居然听到有人在喊救命 吓尿了 吓尿了 卧室里 黄小龙一抖手 现行符顿时自然 一抹金光在卧室里闪过 让人能够看个分明 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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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地板上 好像有什么弹珠在滚动 却是滚到了黄小龙等三人的脚下 咦 柳飞磊一愣 下意识地低头一看 然后 吓得惊叫了起来 原来啊 滚在脚边停下的 并不是什么弹珠 而是两颗眼珠子 还一眨一眨的 反射出血淋淋的幽光 赤眼睛 柳飞磊和武珊珊不约而同的 从左右两边 把黄小龙给抱住了 郊区紧紧贴住黄小龙 严丝合缝没有间隙 救命 救命啊 接下来 一只女鬼 全身鲜血 在客厅里爬着 她的两只眼眶空洞 渗着鬼穴 看来 那咕噜噜滚动的两颗眼珠子 就是她的 女鬼劈头散发 全身的骨骼 似乎都已经断折了 身体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扭曲 一边朝大门爬去 口中一边还在惨叫着救命 我 这个女鬼生前是坠楼摔死的 全身骨头都碎了 几两骨都折断了 两颗眼珠子都抱了出来 黄小龙点了点头 我之前在网上看过照片 这个女人就是小区里 跳楼自杀的单身离异女子 女鬼爬到了卧室大门口 开始敲门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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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快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啊 哦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柳飞蕾恍然大悟 原来啊 每天凌晨一点 屋子里响起了敲门声 并不是有人在外面敲门 而是有一只女鬼 在屋里敲门 想要出去 她好像是要逃出去 有什么东西在追她的样子 武珊珊分析道 呵呵 来来来 出来 赶紧出来 黄小龙确实笑着 看向了阳台的方向 然后发出 踹踹踹的声音 小龙 你 你这声音 你在换狗 武珊珊其道 是啊 我是在换狗 一只太敌犬 黄小龙仿佛已经掌握了一切 动若烛火 吓一鸟 轰 一鼓急阴急煞 充满了凶力与残暴的气息 从阳台方向席卷而至 整个屋子里的温度 都骚然下降 接近零度 恋气太深了 黄小龙微微摇头 一双血红的眼睛出现了 这双眼睛红的圣人 就好像是浸泡在鲜血之中 充满了绝灭一切的 狠力 然后 正如黄小龙所说 一只太敌犬 慢慢悠悠地 从阳台之上 走到了客厅 这太敌犬全身的毛都被烧焦了 两颗眼珠子被弯了 悬挂在眼眶的外面 尾巴被剪掉了 肚子剖开 肠子和内脏在地上拖着 是 是这户人家 那退休的梁牢口养的太敌犬 柳飞累惊叫了起来 嗯 他死后 变成恶灵了 黄小龙解释了起来 人死了变成鬼 畜生死了 变成灵 一般动物死亡之后 都会直接进入地府 轮回转世 希望下一世能够投胎做人 可是有一些动物 生前遭到了极为悲惨的虐待 死了不甘心 就变成恶灵了 相比较鬼而言 恶灵往往会更执着 更凶残 更加地狂暴灭绝人性 这时 爬到门口的女鬼 干枯的手臂伸长 直接抓住门的把手 就要开门逃出去 下一秒 羞 恶灵太敌犬 如闪电一般窜了过去 死死咬住 女鬼的一条腿 将他硬生生地脱液了回来 不允许他逃出这间屋子 啊 救命 救命啊 女鬼被太敌犬咬的私生惨叫了起来 好了 虽然你生前被他虐死了 但你也杀了他 算是报了仇 你就放下执念吧 我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下辈子投胎当一个人 如果你放不下执念 那我可就要你灰飞烟灭了 黄小龙对着太敌犬说道 闻言 太敌犬一回头 在他那血红的眼瞳之中 竟然如幻灯片一般 走马观花式的 播放起一些画面来 场景就是在这个小区 一条可爱的太敌犬 在花园里溜达 然后一个打扮时髦 脸上却是阴郁歹毒的少妇 用一根火腿肠 将太敌犬片到了他家里 然后 他开始虐狗 他用高跟鞋 把太敌犬的眼珠子给戳爆了 小狗呜呜的哀鸣着 摇尾起怜 但他不为所动 一边咒骂着自己父亲的前夫 一边用剪刀 对小狗残忍剖腹 最后是灵气油 烧死了小狗 看到这些 武珊珊和柳飞蕾 已是恨得咬牙切齿 他们忘记了当下的恐惧 对那个女人狠狠地臭骂了起来 再后来呢 小狗变成了恶铃 跑到这个女人的家里 用幻术迷惑了他 让他自己跳楼自杀了 结果女人死后变鬼 在他头七的那天 也就是怨气最为恐怖的那天 跑到这屋子里的老两口家里 用鬼遮掩 让梁老口上吊自杀了 他这是报仇呢 狗是梁老口养的 他自然把怨气发泄到他们身上了 梁老口本就是宅新人后的人 老十八娇的性格 自杀之后 也没留在人间 速速去地府报到了 可泰迪犬不会放过那女人 女鬼 此后的每一天 都会在梁老口自杀的时间段 也就是凌晨一点 咬着女鬼 来到这的屋子里 狠狠地折磨 柔虐 事实的真相 便是如此了 这女人 虐待小动物 本来就该死 武姗姗义愤填膺地叫道 这时 女鬼抬起空洞洞的眼眶 看着黄小龙 苦苦哀求道 救命 救命啊 我想去投胎啊 救命啊 扑 黄小龙扑齿一笑 投胎 投你麻痹 话音刚落 黄小龙手握一张灭胁符 直接扔出 将那女鬼轰了个灰飞烟灭 哇塞 小龙 好帅 武姗姗和柳飞蕾 大敢解气 燃不住抱着黄小龙 在黄小龙的左右两边脸颊上 各亲了一口 第365章80大寿 开始 既然这个女鬼生前虐狗虐得这么开心 黄小龙自然就只好让她魂飞魄散了 众生平等 你不尊重其他生灵 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女鬼魂飞魄散之后 那恶灵太敌犬 便是朝着黄小龙等三人狂吠 做事要攻击 但又有点迟疑 她已经变成恶灵了 但似乎还保留着一点点善良的天性 黄小龙笑了笑 难难道 以前都是超度鬼 惊天麻 魄力超度一只太敌犬的恶灵 说话间 黄小龙宝香庄严 口中念诵经文 太上斥令 超乳孤魂 鬼魅一切 四生詹恩 有头者超 无头者生 斥就等重 急急超生 斥就等重 急急超生 随着经文的念诵 一刀刀浩然大气的金光 从黄小龙体内绽放而出 让得她全身如同黄金铸造 一个葛符文 鱼龙蔓眼一般 萦绕着她的身体 在神载服 太威风了 太帅了 武姗姗和柳飞蕾 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心头涌起诸多的膜拜 震惊 不可思议 最后 全部转化成对黄小龙的爱慕 一颗芳心 全部都萦绕在了黄小龙的身上 武姗姗本就是黄小龙的女友 她爱慕黄小龙 也就罢了 可此时此刻的柳飞蕾 看着黄小龙 也是一脸花痴的表情 还吞咽着口水 就好像是一头饿狼 盯上了一只小羊羔 经文念完 太敌犬恶灵身上的怨气 与力气全消 好了 我让你下辈子投胎做人 你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黄小龙唯唯一笑 拿出阴魂筒 将太敌犬收了 物质里气温骚然升高 变得生气盎然 不再有任何一丝污秽之气作祟 肝钱静静 搞定 黄小龙咧嘴一笑 太牛了 小龙 你简直无敌了 柳飞蕾极度夸张地对黄小龙道 然后又用羡慕嫉妒恨的目光 看向了武珊珊 我说武珊珊 你行啊 这种极品男友 在哪儿逃到的 给我来一打 扑 武珊珊温柔可可地挽着黄小龙的胳膊 就好像生怕自己心爱的男人被谁抢走了一般 缘分 我和小龙是缘分 黄小龙心说 你嘛 你是扫黄把我当嫖客给抓了 这缘分也够狗血的啊 不过黄小龙相信 以武珊珊此时对她的爱意 推倒她是分分钟的事情 各种姿势 随意解锁 爽歪歪 导字里虽然是在歪歪着 黄小龙脸色倒是很正经 今天的事情告诉我们 一定要善待小动物 众生平等麻 武珊珊和柳飞蕾都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 黄小龙离开 武珊珊本来准备跟着黄小龙一起走的 结果被柳飞蕾声拉活拽地留了下来 黄小龙无奈 行单引之回到家 亡头就睡 接下来的几天 黄小龙在精心准备着高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各种纸人都已经扎好 只要一贴上符转 就能够立马胡过来 黄小龙还特意给高老爷子准备了一个特大号的花圈 这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纸人高天祥 开了一辆大货车过来 将所有的纸人和花圈都载走了 高老爷子八十大寿当天 阳光明媚 万里晴空 似乎老天爷都给他面子 在高家的祖屋区域 那一片别墅区的下面 所有的公路都已经封到了 滨海市至少三分之一的交警 都已经被调拨到了此处 维护交通秩序 更是有不少警察 特警 鹤枪实弹的在通往高家别墅群的要道 设置了关卡 但凡要进入高家别墅群的人 除了出示高家发的勤俭之外 还要下车接受最为严苛的盘查 只要是发现了可疑的人物 直接就被警察给带走了 可以说 高老爷子八十大寿的安保工作 已经做到了密不透风的地步 高家的别墅群也变成了一个飞鸟难度之地 说句毫不夸张的话 不要说一个大活人了 就算是一只苍蝇也休想飞进去 黄小龙站在高家别墅群一个入口的对接 与一群看热闹的人民群众挤在一起 嘿嘿嘿 果然是固若惊汤呢 黄小龙的嘴角浮现出一抹玩味的笑意 眼睛里面确实充斥满了嘲讽 不过呢 无论黎巴扎的多景 对于我来说 都是形同虚设 黄小龙走到一个无人地 念了一段隐身咒 整个人化为一片虚无 然后 他顺着一个入口 就嫌停信步 悠哉悠哉地朝高家别墅群走去 走在那山道之上 黄小龙能够清晰感应到 在一些草丛中 有杀气涌动 看来 高家不但在外面设了关卡 而且在通往别墅群的路上 也是安排了不少的人手 可惜了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辣 黄小龙进高家 如入无人之地 高家别墅群 一块大约有一个专业足球场 大小的草坪上 此时 草坪上 有着数百上千个坐席 许多人 都已经坐在了属于自己的座位上 瞧手以盼着 坐席的前方 有一个临时搭建的主席台 上面站时还没有人 寿星高老爷子 还未现身 特首的宾客 确实基本上已经到齐了 可以这么说 能够有资格被高老爷子 请过来参加寿宴的 无意不是大有来头之人 其中国半都是滨海的精英阶层 食物链顶端的存在 或手握权柄 或身价亿万 或在某些领域被称为大师 这里的人 每一个的一举一动 都会在滨海 造成巨大的影响 滨海四大家族 除了东道主高家之外 其他三大家族的首脑人物 当今族长 尽数到来 什么孙伟 孙丰 林建峰 林子聪 林静 书杰 书清汉 书清兰 等等等等四大家族第二代 第三代的人员 尽数到场给高老爷子贺寿 次一级的 譬如和黄小龙有过交集的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中医泰斗石老先生 赵七哥 崔董 崔飞烟 邱董 义干人等 也都在场 还有市长方世杰 西夫人与爱女方招雪到场 隆重 太隆重了 群音会脆 也只有高老爷子这等大家族的掌舵人 才有这等面子 把滨海所有精英权贵 一网打尽 尽数邀请前来 除了滨海本地的权贵 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 与高家有关系的名流 还有来自京城的各种人物 就连那京城燕家的鼓舞宗师 燕翩翩 也是坐在一张位子上 细致空灵 目光看向天边 不知道在想什么 道场的歪果人 也是不少的 姐 今天的场面 可是有些盛大啊 林子聪有些嘲讽地笑了笑 嗯 林静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对了 姐 你说我老师会不会来 林子聪目光忽然一闪 我听说 老师与高家的仇怨 非常深 暗中叫过几次静 死伤了不少人 这次 高家请了这么多人过来 就是在提防我老师 过来搅局 第366章农村孩子 送上花圈一个 听到林子聪的话 林静脸线担忧之色 下意识地 目光四嫂 像是在寻找黄小龙一般 过了一会儿 发现黄小龙并没有混进来 他才如是重负地吐了口气 子聪 小龙和高家结怨很深 其实 我也怕小龙今天会来闹事 山下的安保防御 你是亲眼看到的 加上这生日宴会的现场 高家也安排了不少人手 小龙孤身一人 我还真怕他有什么闪失 但愿他不会那么鲁莽吧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啊 林子聪却是嘟囊道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老师导给我讲过 报仇不隔夜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反正 今天老师如果来高家闹事 我肯定站在老师这边 子聪 你太放肆了 林静瞪了林子聪一眼 这几日 林子聪按照黄小龙的指点 依照着人体经脉穴位图 让体内纳到热流 不停地运行大小周天 这让他产生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胆子也是越来越大了 这高家 还真是什么样的人 都敢请啊 临近目光环顾 这现场 我至少发现了十几个国际通气犯 譬如 伦敦的开堂首杰克 这家伙在伦敦东部的一个街区 制造了一起连环杀人案 杀死16人 手法一次比一次残忍 而且他还多次亲笔写信 到警署公然挑衅警方 甚至送上死者的内脏 耳朵 肠子等物 警方却一直抓不到他 可见 无论是胆量 手段 还是计谋 这家伙都是高人一等 不过他去年却如人间蒸发一般 下落不明 没想到今天出现在滨海 被高老爷子邀请 参加寿宴 林子聪也是看向了一个脸色苍白的 有些神经质的外国中年男子 姐 那家伙就是被称为怪兽的 美国杀人狂康德 他可能是美国犯罪史上最冷血 最令人法指的连环杀手 他的外表非常普通 可却做出如恶魔般的罪行 他曾经在过去的五年内 杀死54人 他会把受害者绑架 然后杀害 抢女杆 最终吃掉 除了这些变态杀人狂之外 林静和林子聪 还发现不少雇佣兵 以及令人闻风丧胆的国际汉匪 但愿 小龙今天不要来 林静祈祷着 旋即 眼神变得有些犀利 我会安排警力 盯住这些人的 一旦他们在滨海犯案 我不管他们是不是高家的客人 一律逮捕 其实 这样高规格的生日宴会 对于在场的权贵们来说 可是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 大家抓紧时间攀谈着 或是决定一些合作意向 或是替子女达成联姻 投资 回报率 高尔夫球 游艇 这些在老百姓口中 几乎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字眼 此刻却是不停地冒了出来 不多时 老爷子出来了 有人叫了一声 大家看向了前面的主席台 只见 高家的人 于贯而出 走在最前方的 是高家当经第三代 第四代的人物 一个个都是头角争容 人数也是最多 达到了上百人 紧随其后的 是高家第二代 都是事业有成 意气风发的中年男女 高太祥的父母 也是坐在轮椅上 被推了出来 指人高天祥在父母身后 推动着轮椅 眼中偶尔会犯出 一丝丝残酷嗜血的表情 最后 就是高家第一代的元老们了 都是精神绝朔 先锋到谷的老头 老太太 高老爷子 一身堂装 拄着龙头拐杖 众星捧月一般 走上了主席台 草坪内 作席上的宾客 都站了起来 抱以最热烈的掌声 场面太浩大了 哈哈哈哈 高老爷子站在主席台上 鹤立鸡群 那苍老蛋不失桀骜的目光 扫视全场 顿时 场面安静了下来 上千双眼睛 都是看向了高老爷子 人们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羡慕 崇拜 尊敬 惧怕 敬畏 高老爷子 非常满意这样的情况 今天 这里来的所有人 每一个人 都是冲着他的精面来的 他在滨海 还是大人物 顶级大人物 享有绝对的话语权 该来的人 都来了 呵呵呵 我高家 在滨海 还是食物链顶端的存在啊 我高家 在滨海的掌控力 不但没有削弱 反而增加了不少呢 高老爷子满意的笑了 然后 他对着话筒 开始致辞 春有百花 秋有月 下有凉风 冬有雪 若有喜事挂心头 人间总是好时节 今天是老朽 八十岁生日 剧情的大喜日子 的确是个好时节 在这个美好的时节里 感谢各位赏脸 来到这里 老朽代表高家 几代人 向诸位好朋友 表达最真挚的谢意 说着说着 高老爷子 瞳孔有些收缩 在他的心中腾生起来了一股力气 哼 那个小农民呢 今天我高家严阵以待 他又没有混进来 我看他根本就没有胆量来 今天 我为他准备了天罗地网 他要是赶来 我就要他死无葬身之地 高老爷子那秃就般的锐利目光 静静扫遍全场 气氛很好 秩序也很好 安全方面不存在任何纰漏 呵呵呵呵 看来 那狗咋种 是不会来了 耸包 老头子的八十兽蛋 滨海皆知 他却不敢来 缩头乌龟 哈哈哈哈 高老爷子 极为的得意 但同样也有一些失望 他本盼望着黄小龙可以来的 那样 他针对黄小龙所布置的种种陷阱 就能够直接灭杀掉黄小龙 为高家 除掉一个心腹大患 至此结束之后 便是有一名司仪 手握礼丹 宣读着宾客们送给高老爷子的礼物 京城横峰十叶罗公子 送上游艇一艘 祝高老爷子寿比南山 滨海四大家族 林家 林老爷子 送上千年野生人生一枝 祝高老爷子年年有今日 滨海四大家族 孙家 孙老爷子 送上唐银针鸡寒风踏雪图一符 祝高老爷子福寿安康 京城燕家 燕翩翩小姐 送上保健药品一盒 祝高老爷子健康长寿 这些礼物 无意不是价值连城 高老爷子含笑点头 不断地朝下面的宾客表达谢意 尤其是在司仪宣读京城燕家所送的礼物时 高老爷子神色格外激动 直接对着台下的燕翩翩翩一鞠躬 没想到燕小姐亲自来了 老朽的荣幸 老朽的荣幸啊 一名鼓舞宗师 亲自来到滨海 给高老爷子贺寿 这的确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了 让高老爷子倍感荣宠 终于 司宜将所有礼品 都宣读完毕 高老爷子就准备让高家第二代 第三代的杰出人物 发表一些讲话 就在这时 一把懒洋洋的少年声音响起 农村孩子黄小龙 送上大花圈一个 全场顿时一片安静 所有人的目光 都寻声望去 只见 黄小龙笑嘻嘻地踏入草坪 谁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出现的 第三百六十七章 谁与我生死与共 黄小龙就这样晒着太阳 十分慵懒 十分享受地踏入了草坪 嗯 脚踩着柔软的绿荫 很是舒服 那表情 就好像是真的来参加 高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首先 在主席台上 高家的人 爆发出一阵狂怒的吼叫声 他们都清楚 眼前这个小农民 与高家之间的仇怨 双方几次火拼 死了上百人 而死得倒通通都是高家的喽啰 在今天这个对于高家 很是重要的日子里 黄小龙居然敢来 不但来了 而且还口口声声 扬言要给高老爷子 送上一个大花圈 这明显就是找茬来的 大逆不到啊 找死 李居然敢来 李这是自投罗啊 畜生 我们等的就是你 李死定了 畜生 我们一直在找你 你还敢来 好 好 今天 薪酬就愿一起了结 得罪了我们高家 是没有任何好下场的 准备好接受制裁吧 错骨扬灰 一定要抓住这个小子 错骨扬灰 主席台上 高家的家族成员们 纷纷力声嘶吼 正怒 狂暴 杀鸡 仇恨 不懈 诸多的情绪 在沸腾着 那高老爷子的瞳孔 收缩如针芒 眼角肌肉 疯狂地跳动着 用那宛如魔鬼般的眼神 死死冰着黄小龙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紧接着 草坪上的宾客们 也都是略显出一些混乱 大部分人 都不认识黄小龙 但是刚才黄小龙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说 要送葛大花圈给高老爷子 这等言辞 立刻招致不少的咒骂声 不过 这些人心头 也是感到好笑 今天是什么日子 连滨海都为之震动的大日子 高老爷子八十大寿 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达官贵人啊 高家祖孙几代人都在场 各种保镖 打手 暗中潜伏着的强者 多不胜促 李玛 你一个少年 单枪匹马跑来搞事 你这是嫌自己的命长对吧 李特麻这是来自杀的对吧 因此 许多幸灾乐祸的目光 都是看向了黄小龙 而认识黄小龙的人 反应也是较为强烈 糟糕 小龙真的来了 灵静俏连紧崩 不行 等会如果出现意外 我必须要保证小龙全身而退 老师 你可真是牛逼到爆炸啊 这叫什么 这就叫单刀附会 我林子聪的老师 就是这么的热血 八蛋 今天 我跟着老师一起干 林子聪舔了甜嘴唇 孙家 爷爷 他 他来了 孙伟又是紧张 又是激动地看着黄小龙 他真的来了 爷爷 怎么办 唯唯 那位前辈的真传弟子 咱们孙家 自然是要全力保驾护航的 孙老爷子直接传达命令 我孙家的人听好 等会儿 若是那位前辈的真传弟子 与高家之人 发生争端 咱们不需要考虑 一定要站好队 不能够惹那位前辈不快 再说了 前几天 那前辈的弟子 已经把孙并全遗失的招数 通通补全了 这对我们孙家 乃是大恩德 方昭雪也有些慌乱了 大师 大师他怎么来了 爸爸 你 你 你让高老爷子 不要为难大师啊 大师救过我的命啊 市长方世杰 眼中显出思考之色 然后拍了拍女儿方昭雪的手背 昭雪 你别急 有我在 事态不会恶化的 其他的 什么崔飞烟 秋董 崔董 赵七哥 这些得到过黄小龙恩惠之人 现在也都是纷纷为黄小龙捏一把汗 与之同时 高家安插在草坪中的各种杀手 雇佣兵 通气贩 鼓舞高手 汉匪 也纷纷将手伸入怀中 握住了武器 全身肌肉拉紧 精神高度集中 只要高老爷子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全力以赴 为杀黄小龙 在四周的草丛花圃之中 黄小龙分明听到一些拉动枪栓的声音 不用想 此时此刻 肯定是有很多枪头 对准黄小龙了 可黄小龙却是怡然无惧 笑嘻嘻地走向主席台 嗯不急 高老爷子压了压手 暗示宴会中安插的人手 不要轻举妄动 毕竟宴会上 权贵太多了 还有很多政要 一旦发生枪战 局面会失控 况且 高老爷子也不想当着市长和公安局长等人的面 把黄小龙击毙 现在是和平年代 要杀人 也不能够太明目张胆了 而且 高老爷子 并不认为 今天黄小龙还能够从容逃走 单单就是宴会上安插的人手 就有接近一零零零人 其中不乏各种强者 黄小龙单刀附会 就算他是神仙 也不可能全身而退的 就你一个人来 你身后那些杀人如麻的匪类呢 怎么没有和你一起来 高老爷子冷冷地看着黄小龙 如果眼神能够杀人 黄小龙已经被凌迟处死了 我身后的人 黄小龙一脸蒙逼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啊 哈哈哈哈 你以为 老朽会相信你的话 高老爷子傲然一笑 不过 你能够越过山下重重的关卡 只身来到这里 你还是有几分能耐的 但是 在这里 我要给你一个中雇 不要以为身手不错 就能为所欲为 世界很大 强者很多 你只不过是沧海一宿罢了 哼 我的儿子 儿媳妇 今天的惨状 全都是拜你所赐 高天祥的父母 被人推了出来 一脸的痴呆样 让得草坪里 很多宾客 都义愤填膺 小杂种 你一个人想死 这不要紧 但你连累到你的家人 朋友 星期 这可就不好了 高老爷子眼睛微微眯缝 看着自己那白痴的儿子 和儿媳妇 一股暴虐的情绪 在他心中喷涌而出 今天 是老朽八十大寿 各方好友来喝 老朽心情愉快 这样吧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跪下来 自飞双手双脚 老朽答应 放过你一条生路 你若执迷不悟 老朽就不敢保证 你家人朋友的生命 很安全了 天有不测风云 说不定 他们都会被你克死 哎 又在威胁我了 黄小龙眼中杀鸡爆闪 摇了摇头 算了 我还是把花圈 先送给你吧 话音刚落 天空中 传来一阵怪鸟叫声 人们忍不住抬头看去 只见 一大片乌鸦 迅速地飞了过来 这些乌鸦 合力拖叶着一个 大大的花圈 这群乌鸦的眼珠子 是血红色的 红眼乌鸦 乌鸦本就是凶鸟 欲知不详 乌鸦叫凶是华夏民间最流行的动物禁忌 燕云乌鸦头上过 无灾必有祸 老鸦叫 祸事道 等等等等 一群红眼乌鸦 居然莫名其妙地拽着一个大花圈 飞到了高家的祖屋 这情况太诡异了 更是让高老爷子气得蹊跷生烟 下一秒 乌鸦一松爪 那花圈从空中落了下来 不偏不倚 恰好落在了主席台之上 这时 乌鸦才在众目睽睽之下 远远飞开了 其实 这些乌鸦 都是黄小龙用纸扎的 贴了符传 栩栩如生 以假乱真 至于花圈 是前几天 指人高天祥这个内应 帮黄小龙运到了高家租屋 并告诉黄小龙 花圈放置的地方 这一切 安排得天衣无缝 看着主席台上的花圈 高老爷子终于暴怒发狂了 八十大寿啊 居然送花圈过来 这不是周人死吗 这不是要把喜事变丧事的节奏吗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高老爷子力声狂叫了起来 各位 今天 不是老朽不讲情面 眼前发生的事 你们也看到了 实在是这小杂种欺人太甚 俗话说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这小杂种的所作所为 想必已经激起功愤 今天 老朽就要将他拿下 小杂种 今天 你天怒人怨 没有人会站在你那边 高老爷子 这是不是真的 说着 黄小龙指着一片空出的草坪 谁愿意与我为伍的 站过去 这话一说 哈哈哈哈 这人白痴了麻 在这种时候 还失望有人与他同流合污 高家已经动了真怒 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将他置于死地 在这个时候 站在他身边 不就是和高家作对吗 不要说他没有朋友了 就算有 也不可能站出来的 宴会中 无数人 都发出嘲笑的声音 哈哈哈哈 高老爷子怒极狂笑 今天来的宾客 都是我高家的朋友 你还记希望 有人和你站在一起 哈哈哈哈 白日做梦 老朽倒要看看 谁会站出来 嘿嘿嘿 看来 今天高家是要弄死我了 嗯嗯 是我的朋友 都站出来 我今天看看 有没有人愿意和我站在一起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谁与我 生死与共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黄小龙所指的那块草坪空地 有人 会站出来 与黄小龙同生共死吗 第368章 还有谁 都站出来 杠点 其实黄小龙此举 要挺自己的人站出来 也并不是想邀约帮手 对付高家的一群土鸡娃狗 他一个人足矣 只不过呢 一方面是好玩 另一方面 是想看看 自己从农村进城这些日子 到底有没有结交到真正的朋友 主席台上 高家之人 无不耻笑黄小龙的幼稚 呵呵 老朽真想看看 谁会站出来呢 高老爷子对着黄小龙不停音笑 给过你机会了 你自己不争气 就不要怪老朽心狠手辣了 以后 和你有关的人 通通都会死去 而且我高家 不会让他们就这么安安静静地死去 一边说着 高老爷子一边还用咄咄逼人的眼神 扫尸下面的宾客 隐含威胁的味道 他就好像一个帝王 在裁决人的生死 见状 绝大多数宾客也认为 高老爷子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就算是和黄小龙有关系的人 也绝对是当缩头乌龟 不敢力挺黄小龙 就在这时 全场一片去疾之中 首先是一席长裙 冷若冰霜的崔飞烟 从自己的坐席之上 站了起来 他深深地看了黄小龙一眼 也没有多说 便直接朝黄小龙所指的那块无人草坪走去 黄小龙几次三番帮助崔飞烟 上次几乎是将崔氏气液 从绝境中拉了回来 这让崔飞烟满心感激 况且 他早就深深爱上了黄小龙 今时今日 自然不愿意看到自己心爱的男人 孤立无援 纵然他自己在整个滨海 算不得什么大人物 但该站出来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 细细 飞烟 黄小龙笑呵呵地看着崔飞烟 崔飞烟含情默默地朝黄小龙点了点头 便在那块草坪上站好了 宾客中 都是一片哗然 我晕 那个少女是谁 在这种时候 居然敢站出来 这不是在给他家里惹祸吗 不 是崔氏气液的崔飞烟小姐 完了 从今以后 崔氏气液 在滨海绝对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最终烟消云散的 而 崔飞烟之父 崔东 也站了起来 拄着拐杖 在贴身保镖浮薄的跟随下 走到了崔飞烟的身边 哈哈哈哈 土鸡娃狗 高老爷子笑得极为不屑 就这种下三烂的货色 支持你这小农民又如何 我高家藩长之间 就能将其碾碎 还有谁一起站出来 小龙兄弟 我挺你 那兆七哥 却也是带着几个马仔 直接走到了崔飞烟他们那边 他拍了拍胸口 小龙兄弟 这条命是你给的 今天老哥我奉陪到底了 奶奶的 小龙神医 我太太果然怀孕了 哈哈哈哈 您这对我 可是再造之恩啊 没说的 我挺你 秋董也是站了起来 走到那块草坪 大师 您就是我们华夏中医界的领军人物 我这把老骨头 今天也就豁出去了 滨海中医太斗石老先生 以及另外几名老中医 颤颤巍巍地走向了那块草坪 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 眼神闪烁 暗道 这个小龙神医 本事是非常大的 完全就是葛神人 今天我就赌一把 我就支持他撒地 难不成 高家还能把我给杀了 心念及此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也是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 一下子 就有不少人 选择了支持黄小龙 而且一个葛 也算是有点来头 不是什么无名小卒 这让其他的宾客 也都是暗暗扎舌 万万没想到 在这种绝对的逆境之中 还是出现了力挺黄小龙的存在 高老爷子 满脸的不屑 哈哈哈哈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 就凭这些人 也敢向我高家叫板 以卵及时 大师 亭亭玉立的方昭雪 却也是站了起来 朝黄小龙跑去 上次 在一来乡酒吧 如果不是黄小龙出手 他绝对就被轮大米了啊 后来想想 也都是心有余悸的 看到自己的爱女支持黄小龙 方世杰也随之站了起来 终于 高老爷子 以及高家的人 也都是有些动容了 方世杰 你竟一点面子也不给老朽 高老爷子一脸愤懑 相比较崔东 邱董 赵七哥等人而言 明显 方世杰的分量是很重的 他毕竟是滨海市长 义方诸侯 抱歉 高老爷子 小龙大师 对我方家有恩 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还有 今天我代表的是我个人 而不是滨海市 方世杰微微一笑 然后带着老婆 走向了那块无人的草坪 天啊 这小农民 居然和市长有关系 嘖嘖 有背景啊 难怪他敢单枪匹马 来高家的组屋闹市 厉害 有市长支持 恐怕高老爷子 也得略微地掂量一下了 哼 好好 好 有本事 今天 我倒要看看 还有谁会支持这个小杂种 还有没有 都站出来 高老爷子有些气愤地吼叫道 我 林子聪直接站了起来 今天 谁要是敢动我老师 就从我尸体上踩过去吧 林静也是随之站起 随着林子聪和林静的起身 林家的第一代 家主林老爷子等元老 还有林建峰等第二代人物 第三代 第四代人物 全体起立 促食人 通通走向黄小龙 花 哗然 全场哗然 滨海四大家族之首 林家 全族支持黄小龙 林老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高老爷子 瞳孔不断地收缩 经济地看着林老爷子 林老爷子也有八十来岁了 但丝毫没有老太隆中的模样 反而精神健忘得很 哈哈哈哈 高老弟 这个少年 与我林家 可是颇有渊源的啊 我林家也蒙受过他的好处恩情 况且 我的孙人 孙女 和他都有过命的交情 高老弟 对不住了 坐席台上 高家的族人 面面相觑 这原本一边倒的局面 随着林家全族的站队 产生了一些变化 天平 开始慢慢地朝黄小龙那边倾斜了 哈哈哈哈 他孙家的人都给老子站起来 孙老爷子极为豪迈 直接站起来一吼 轰 孙为 孙虎 孙丰等人 尽数起立 老高 我也不知道这少年和你高家有什么过节 不过我这个人 你知道我的脾气 我是帮亲不帮理 我们孙家 支持他 说完 孙家促食人 涌向黄小龙那边 在与黄小龙擦身而过时 孙老爷子毕恭毕敬地欠了浅身 还请阁下替孙家 向 项令师道一声感谢 还有 唯唯与阁下的婚事 爷爷 孙为羞红着脸 轻轻拽了孙老爷子一眼 哦 孙家 以后我照着你们 黄小龙随口说道 这个时候 高老爷子 已经有些乱了方寸了 他有些掌控不住局面了 还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还 还有谁 都都站出来吧 高家所有人 一颗星都揪紧了 滨海四大家族 已经有其二 选择支持黄小龙了 难道 滨海要变天 第369章一呼百应 现在 在场的所有宾客 都紧张了起来 并且为高家捏了一把汗 形势逆转了 如果此时 再有人跳出来支持黄小龙 那高家可就是丝毫面子都没有了 今天 毕竟是高老爷子八十大少啊 他是主角 每一位宾客都是他发帖子请过来的 结果呢 却有不少人 在这个节骨眼上 背弃了高家 选择了支持高家的对头 甚至有些宾客 都对高老爷子 产生了同情 小龙 出家的一对双胞胎姐妹 书清汉和书清兰 站起来 不容分书地朝黄小龙走去 服用了古药之后 身高达到一百七十二 出落得亭亭玉立的书清兰 一边走 一边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这是一种 我是你的眼神 我书家 支持这位少年 书家当代掌舵人 书老爷子 眼中有着一些脚快的光芒 带领族人 走到黄小龙那边 书清汉和书清兰的父母 已经把黄小龙的身份 悄悄告诉了书老爷子 书老爷子是滨海 最成功的生意人 他自然清楚黄小龙 有可能为书家带来什么 那种古药的秘方 足以让任何人 任何家族 屹立于世界最巅峰 作为一个生意人 在权衡利弊之后 肯定会选择对自己 最有利的站队方向 看着书家全体 也都对自己倒戈一击 站在了黄小龙那边 高老爷子 面容变得有些苍白了 今天发生的事情 是他活了八十岁 最尴尬 最难堪 也是最羞耻的一件事 他感觉自己在滨海的名望 地位 生育 连一个小农民都不如 高老爷子 极度怀疑人生 不过 高老爷子看向了那些 来自京城的贵客 心中 稍稍安定 至少现在来说 虽然滨海的大多处土著 都不惜得罪高家 力挺黄小龙 但至少来自京城的权贵们 还是站在高家这边的 哼 滨海 今日之事 老朽算是明白了 滨海个大家族 早就看我高家不顺眼了 现在抢倒狐孙散 想瓜分我高家的利益 罢了 罢了 大不了 我高家 全族迁徙到京城 在京城 我高家的发展潜力 必然是远远超过 滨海这一余之地的 事已至此 高老爷子 也不得不为高家 考虑一条后路 好了 既然你们都选择 支持这个小杂种 老朽也无话可说 高老爷子声音 站斗着说道 然而 等等 我支持他 一名来自京城的二世祖 突然站起来 朝黄小龙那边走去 而 黄小龙倒是与此人 并没有交集 甚至可以说根本不认识 仔细回想 应该是那天 林子聪将自己带到 那的私人会所的包间里 见过的其中一名京城公子哥 黄小龙也没想到 仅仅一念之缘 这家伙会选择支持自己 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那天我晚上 黄小龙秒杀燕公子的四位贴身保镖 甚至当面羞辱了燕翩翩 让这些来自京城的二世祖们 对黄小龙那可是佩服的五体投递 他们和高家 本来就没有太深厚的交情 这时候要站队 自然是站在黄小龙这个妖孽身旁 一下子 来自京城的诸多人物 也都是纷纷起立 站到了那片 已经聚集不少人的草坪之上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高老爷子全身冷汗滂沱而出 他的内心深处 终于产生了浓浓的惧怕 这小农民 究竟 是什么来头 他究竟 拥有怎样的背景 为何能够一呼百应 连京城来的权贵 都无条件支持他 这 这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的 高老爷子用无力的眼神 看向了京城燕家的小姐 燕翩翩 燕翩翩小姐 来自京城古老的家族 燕家 他本人 更是传说中的武道宗师 这等人物 若是生在古代 便是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 如探囊取物的人物 可以说 燕翩翩小姐 是今日来祝贺我八十大寿的宾客中 身份最为尊贵的一位 只要他还支持我 只要燕家还支持我 我高家就还有希望 心念及此 高老爷子就好像是一个溺水之人 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对着燕翩翩 毕恭毕敬的道 燕翩翩小姐 今天 让您看笑话了 唉 老朽胡了大半辈子 居然没有搞清楚 谁是真正的朋友 谁是真正的敌人 高老爷子 正在喋喋不休地 对着燕翩翩翩讲话 赫然 黄小龙用玩味的眼神 看向了燕翩翩 并且 十分轻挑地朝他勾了勾手指 你 燕翩翩又羞又怒又是惧怕 被驰紧咬 他休想忘记 那天晚上 黄小龙带给他的耻辱 至今 他的囤杵 仍然是火辣辣的疼痛 肿胀未消 但他也休想忘记 那晚黄小龙带给他的绝望 百步之内 取人性命 如图猪狗 燕翩翩是鼓舞宗师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黄小龙的手段 此时 他竟然不敢忤逆黄小龙 燕翩翩站了起来 燕 燕翩翩小姐 您 您这是 高老爷子惊恐欲绝 我们 我们过去 燕翩翩翩板着脸 对随从们倾横道 然后 青瑶连步 竟直走到了黄小龙那边 燕家 燕家也 也使我高家而去 高老爷子 只觉得天塌地线 至此 这八十寿宴上 绝大多数有身份有能量的宾客 都已经站在了黄小龙这边 但 还没完 其他战时还没有站队的宾客 在经过了短暂的权衡之后 开始一波一波的朝黄小龙那边走去 原因无他 有些宾客本就是与林家 孙家 霍书家交好 看到这三家站对了 他们自然附庸 有的则是分析了一下局面 知道今天高家是被孤立了 这个时候如果依旧站在高家那边 恐怕日后对自己不利 再说了 人是最为盲从的一种动物 说白了 大多数人都是墙头草 见风使舵 黄小龙的事 他们自然选择支持黄小龙 很快 黄小龙刚才所指的那块无人草坪 便是密密麻麻占满了人 仍然支持高家的 除了高家自己内部的族人 便是一些汉匪 杀手 鹰爪们等鼓舞势力的人物 国外雇佣兵 嘿嘿嘿 黄小龙冲着高老爷子笑了笑 什么叫做得道者多住 是道者寡住 这就是了 高老头 你现在有没有一种重判清理的感觉 主席台上 高家之人 无不心寒 他们真正地感到了恐惧 这倒不是恐惧黄小龙的力量 而是黄小龙的凝聚力 以及 黄小龙那耐人寻味的背景 第370章我一人 念你满门 此时的高家众人 以高老爷子为首 的确有些心灰意冷了 高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算是彻底搞砸了 而整个高家 对于黄小龙的仇恨 也已经继续酝酿到达了巅峰 他们恨不得吃黄小龙的肉 喝黄小龙的血 扒他皮 抽他精 促骨扬灰 事实上 为了对付黄小龙 高家今日 是重金邀请了许多强者 来到滨海 就这宴会的现场 就埋伏了不知道多少枪手和杀手 高家完全有毁灭黄小龙的力量 可是 千算万算 高家没算计到 会有这么多人 支持黄小龙 如此 高家精心准备的力量 便是无法在今日 打击到黄小龙 毕竟 他们总不可能不顾一切的 掀起血与腥风 将在场支持黄小龙的人 都杀绝霸 那样 高家会承受毁灭性的后果 不得不说 你很走运 小杂种 你很走运 高老爷子 像是一头阴毒的豺狼 对着黄小龙 一字一顿 咬牙切齿的道 但你永远不可能这么走运 你身边的人 也不可能永远庇护着你 在此 我高家全族 立下都市 今日之入 百倍奉还 小杂种 你 还有你的家人 清卷 都会因为你 遭到我高家毁灭性的打击 不死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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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台上 高家满门 都如同宣誓一般狂叫了起来 他们眼神中蕴含的怨毒和仇恨 纵然清净三江五湖之水 都难以洗刷 你滚吧 高老爷子朝黄小龙挥了挥手 今天是无法灭杀黄小龙了 高老爷子恨得牙痒痒 我已经记不得 你是第几次威胁我 书要杀光我全家了 黄小龙的双眸之中 也犯出血淋淋的杀鸡 今天 我既然来了 如果不把恩怨了结 岂不是白来了 小杂种 你还想做什么 高老爷子力声道 黄小龙微微一笑 直接取出阴魂筒 打开盖子 羞羞羞羞 密密麻麻的鬼气 如飞溅一般 抱舍而出 化为一只只鬼魂 这些鬼魂 通通地趴伏在了每一个支持 黄小龙之人的脖子上 然后 将他们的眼睛给遮住了 鬼遮眼 顷刻之间 除了艳翩翩 这个鼓舞宗师之外 其他的人 尽数都是被鬼遮眼 产生了浓浓的幻觉 艳翩翩有真气护体 鬼邪不清 虽然黄小龙也有 孟瑶与尹可星这等超级猛鬼 完全也可以对艳翩翩来隔轨着眼 不过 黄小龙并没有如此做 他玩星大起 想要彻底折服这个 骄傲的鼓舞宗师 如何折服他 很简单 让他亲眼见识 自己那逆天的手段 艳翩翩四顾了一下周围的人 他虽然不明白黄小龙在做什么 但却也是忍不住惊骇到 你刚才对这些人做了什么 嘿嘿 我可没有伤害他们 只不过 我不想让他们 看到接下来的杀戮 那样 他们会做噩梦的 黄小龙朝着艳翩翩玩耳一笑 但是这个笑容 在艳翩翩看来 却是如此的可怕 宛如恶魔 竟是让艳翩翩 都忍不住打了个寒镜 下一秒 被鬼遮眼的人群 开始潮水般自动散去 从这块草坪远离 这 这是 高老爷子等人 也是惊诧无比 很快 黄小龙身边 就只剩下艳翩翩翩翼一人 嗯 高老爷子眼皮子一掀 狂暴的杀鸡 开始涌动起来 高家族人 蠢蠢欲动 小杂种 你这是什么意思 高老爷子凝笑了起来 黄小龙笑嘻嘻的左顾右盼了一下 据说 今天你们为了对付我 安排了不少人手 好 我现在已经把不相干的人都遣散了 那么 来战吧 战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就连艳翩翩 也惊悚不已 低声道 你再开什么玩笑 战 你拿什么战 虽然你也是鼓舞宗师 百步杀人 可如今 你已陷入重重包围 附近的枪手 何止上百 还有大量亡命之徒 李翔以血肉之躯 抵挡枪林弹雨 你是疯子 我警告你 我艳翩翩可不会与你联手的 艳翩翩真的惊住了 他感应四周 发现高家至少是安排了数百人 埋伏在附近 其中还有大量射数精湛的枪手 倘若是艳翩翩本人 面对如此的阵仗 也只能仓皇逃命 绝对不可能搏杀 而且 上百枪手骑射 艳翩翩也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他也相信 比他更强的黄小龙 眨眼间便是会被射成筛子 这人虽强 但未免太狂妄了 不 这都不叫狂妄了 而是疯子 彻头彻尾的疯子 心念及此 艳翩翩下意识地退开几步 与黄小龙保持了距离 以免等惠儿殃及持鱼 黄小龙没有理睬艳翩翩 他用戏虐的眼神 看着高老爷子 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是说 我一个人 单挑你们全部 我一个人 念你高家满门 沉默 三秒钟之后 哈哈哈哈哈哈 高家之人 以高老爷子为首 全族发出狂笑声 就好像 听到了全世界最好笑的笑话 黄小龙 孤身一人 而他们这边 至少千人 以一人杀千人 这不是漫画 也不是电影 你死定了 哈哈哈哈 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种疯子 好好好 老朽本以为 今日奈何不了你 没想到 你居然飞蛾扑火 哈哈哈哈 成全你 老朽就成全你 给我抓住他 老朽要活的 老朽要亲自将他的肉 一块一块地割下来 凌迟处死 高老爷子 立声咆哮 下一秒 在草坪周边 那些浓密的草丛中 嗖嗖嗖地窜出了不少人 近数都是彪悍魁梧之人 不乏高比深目的外国人 有的手中握着沙漠之音 AK-47 微型冲锋枪 散弹枪之类的火器 这些人显得训练有素 直接便是将草坪给围住了 无数的枪口 对准了黄小龙 只需要高老爷子一声令下 黄小龙就会被强大的火力镇压 顶刻间打成筛子 但高老爷子显然不会如此痛快地杀死黄小龙 他要虐杀 哈哈哈哈 小农民 你终于 落到我手里了 我要你生不能生 死不能死 生死两难 高老爷子 笑得无比残酷 咋种 你知道我是谁麻 一个半边脸颊上 生了一大块新红胎记的中年男子 眼睛里充斥满了胸利残暴之色 他双手食指如钩子 稍微一捏拳头 便是噼里啪啦的鼓抱声响 呵呵 你是谁 关我屁事 黄小龙懒洋洋的道 我的儿子 我阴爪门左右护法 被你 被你加害 今天 我要拆你的鼓 这面目猙獰丑陋的中年男子 赫然便是阴爪门门主 扑 废话少说了 今天我过来 就是要一网打尽 黄小龙愉悦的笑道 好不容易 高家的人 都在这里 我不会放过十个 也不会放过五个 我连一个都不会放过 惊人的杀起 从黄小龙身上席卷而出 草坪上的其他人 包括燕翩翩翩在内 都感觉自己脖子后面 如同在吹冷气 第371章一面倒的屠杀 草坪上的气氛 沉闷得快要滴出水来 一股股暴虐凶残的气息 再肆意纵横 首先 便是有足足十人 朝黄小龙走了过来 这十人 尽数都是英比深目的外国人 在他们身上 有着明显的杀气 这种杀气 很显然便是亲手杀死过不少人 所形成的 如有实质的残暴气息 在他们的眼中 释放着近乎变态的凶盲 若 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人 都应该下地狱 黄小龙轻描淡写地点了点头 身为掌控地府的鬼叉 又精通忘弃之术 黄小龙自然能够分辨出人的善恶 眼前这十人 一个个 都是万恶不赦的凶犯 每一个手中 都不知道沾满了多少无辜之人的鲜血 换成其他人 或许不知道这十人的来自 但高家自然清除底细 他们便是 世界十大恐怖变态杀人魔 在西方世界 令人荡含的存在 高家花了不菲的价钱 专程请过来对付黄小龙的 这些恶魔 杀人营野 身上凝聚出来的杀气 一般人不要说和他们搏杀了 就算是直接面对他们 都会心灵崩溃 这十大杀人魔 以扇形朝黄小龙包围过来 有的取出了匕首 有的取出自制的杀人武器 脸上布满了病态的狂笑 其中有一个 长相酷似小丑的家伙 还不停地冲黄小龙喊道 Kiss my ass 对付坏人 我一向是亲自动手 好了 就从你们开始吧 黄小龙嘻嘻一笑 右脚猛然蹬地 轰 一瞬间 一块草坪塌陷 泥土飞溅 黄小龙猛扑上去的身形 让得空气都震爆了 在他的心里 有一个暴虐的声音 不停地呼唤着 杀吧 杀吧 尽情地杀戮吧 这些人都是畜生 他们都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都不配呼吸空气 略杀他们吧 眨眼间 黄小龙就冲到了 十大恐怖变态杀人魔的中间 他一拳轰出 宛如台风过境 仅仅只是拳头挤压空气产生的气流 就将这些恶魔的头发 吹得往后飞扬 衣服烈烈作响 几乎站不住脚 当先一拳轰在一名杀人魔的胸口 近乎爆炸的声音响起 那人整个胸骨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塌陷了下去 肋骨粉碎 沙袋一样往后抛去 口中不断地呕血 吐出了不少的内脏组织 紧接着 黄小龙反手一掌 狠狠拍在了另一名杀人魔的脑袋上面 扑 一种类似于西瓜爆裂的声音响起 那人的脑袋爆炸开来 接着 他的脖子 躯干 四肢 被巨大的力量挤压在一起 瞬间便喂了一堆肉酱 黄小龙这是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比妖魔还要狠毒 还要残忍 不过在他看来 这些 都是对死在这群杀人恶魔手中的 无辜生命的致敬 黄小龙抓住一名杀人魔的背脊骨 生生将他的脊椎抠了出来 宛如鞭子一样 将旁边一人的脑袋抽了个粉碎 这一刻 这群杀人如麻的凶徒 在黄小龙手中 就好像玩具般的被揉虐拆碎 黄小龙那并不魁梧的身躯 在他们看来 比真正的恶魔还要恐怖 简直就是地狱杀神 他们开始崩溃 四散逃去 可他们又怎么逃得出黄小龙的魔爪 在不使用真气的情况下 仅仅是身体素质 无论是在力量 速度 爆发力 各种方面 他们与黄小龙都有着天壤云泥之别 黄小龙轻而易举地追上了他们 随手将他们扭断 撕碎 然后扔在了地上 主席台上 高家的人 无不倒抽凉气 半分钟 黄小龙仅仅只用了半分钟 便是将恶名昭著的世界时 大恐怖变态杀人魔 徒手虐杀 燕偏偏在一旁观战 心头的震撼 却是比高家之人更甚 太 太恐怖了 他还没有使用真气 刚才的杀戮 只是肉身的力量 他的肉身力量 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体的极限 达到了一种非人的地步 可以说 他只靠肉身力量 已经可以杀死一些古武宗师了 我的天 肉身力量 碾压修炼出真气的宗师 他到底是什么怪物 人形暴龙 燕偏偏不得不对 黄小龙的真实战力 重新做出评估 十大恐怖变态杀人魔的殒命 虽然让高家有些震撼 但不足以让高家畏惧什么 毕竟 他们这边 人数太多了 就算是车轮战 魔也得魔死黄小龙 一个眼神 几名幽灵般的男子 直接冲向了黄小龙 这几人 便是全球杀手榜上 排名较为靠前的几名杀手 他们以杀人为生 以杀人为乐 从没有施过手 冲在最前面的 是一个枯瘦矮小的黑人男子 但是他的右手 却是无比粗大 与他的体型 对比起来 很不协调 突兀间 这人右手一扬 一道破空声响起 他的嘴角 也是浮现出来一抹嗜血的笑意 用英语说道 再见了 下地狱吧 他向黄小龙投掷出一枚铁钉 对 就是一般的铁钉 这黑人 天赋异禀 从小就喜欢玩 投掷铁钉的把戏 到后来 从他右手投出去的铁钉 力量极大 速度极快 不输给小口径 手枪射出的子弹 他的铁钉 能够轻而易举地 贯穿人类坚硬的头盖骨 取人性命 他也因此 成为一名让人闻风丧胆的杀手 毕竟 用铁钉杀人 要比用枪械杀人 方便很多 也不容易被察觉 黄小龙顺手一抓 将铁钉抓住 然后随随便便反手抛了出去 铁钉已至少快了两倍以上的速度 直接刺入黑人的额头 扑斥一下钻入他的炉内 将其脑浆绞成一团江湖 黑人的双目 失去的神采 直接跪伏下去 紧接着 黄小龙从另一名杀手手中 夺过一个针管 这个针管中 装满了毒液 这是剧毒 能够让人四肢软弱无力 内脏衰竭 皮肉腐烂 黄小龙已快到眼花缭乱的速度 将针管中的毒液 一一注入这些杀手体内 拳击 修 针管如暗器一般飞出 扑 针管狠狠插在那鹰爪门门主 公孙先生的额头之上 上 上 这家伙是魔鬼 你们一起上 高老爷子又惊又怒 一挥手 由那鹰爪门门主请来的一群鼓舞强者 蜂勇冲向了黄小龙 这些鼓舞高手 尽数都是修炼肉身的存在 还没有能够在体内 凝练出一丝真气 不过 一个个都有着生丝虎抱的力量 是人间凶器 人数又多 一旦围住黄小龙 便能够合力展开绞杀 黄小龙不退反进 闪电斑冲了上去 双手挥舞 一连串迫不被撕裂的声音响起 围首的一名鼓舞强者 手脚被胡声声撕裂掰断 鲜血狂喷 黄小龙一跃而起 抓住另一名鼓舞高手的脖子 一扭之下 便是将他的头颅 声声扭断了 无头的尸体朝前方挤跑了十几步 脖颈之处才喷泉般冒着血 倒在了地上 狂风呼啸 黄小龙举起一人的身体 硬生生地砸入地面 然后如打装机一般 轰轰将其砸的身陷入草地之中 此时此刻 黄小龙纳入恶魔般的身影 不断地闪烁在冲天的鲜血和惨叫之中 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也没有能够抵挡住他的哪怕一招办事 这是纯肉身力量的碾压 就好像一个壮汉在虐杀婴儿 咽翩翩翩在一旁 看得心惊肉跳 他发誓 即便是他这种鼓舞宗师 也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如丝残暴的杀戮 简直就是筷子手的屠杀 开枪 开枪 这 这个变态 这人是个变态狂魔 开枪 给我开枪 把他打成筛子 高老爷子 终于沉不住气了 他发现 要活捉黄小龙 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肉身搏杀 再多人命 都不够甜的 这一声令下 草坪周围 响起此起彼伏的拉动枪栓声 扣动板击声 然后 疯狂的火力 如青藤大雨般 朝黄小龙覆盖席卷而至 是要撕碎黄小龙 第372章 和燕翩翩翩打赌 当草坪四周 枪手们朝黄小龙开枪的时候 所有人心中 都下意识地冒出一个念头 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对 开枪的枪手 何止百人 杀鹰 AK-47 冲锋枪 散弹枪 应有尽有 这种程度的火力 不要说是杀一个人了 就算是干掉一支军队 都不丝毫不夸张吧 终于 终于灭杀此子了 高老爷子如是重负 心头 也是浮现出来一种抱负的快感 李的确是妖孽 可这又如何 还是要死 早知道 就叫人直接开枪了 便不会酿成如斯惨重的损失 哼 以后 我发誓要找到你的家人 一个个的虐死 让你全家死光光 燕翩翩已躲得远远的 他本来是想阻止的 但却已经来不及了 更何况 以他的实力 也是无法救助黄小龙 因此 只能默默地观看着 心头竟是涌起一丝丝莫名的失落与怅然 可惜了 这人实力超绝 仅仅肉身力量 便有横扫一切之威 更何况 他也是鼓舞宗师 体内凝炼出了真气 可以说是内外兼修 就这样 毁在高家人手中 实在不值 燕翩翩翩心头也愤怒 虽然他遭到过黄小龙极大的羞辱 但大家同是鼓舞修者 如今 黄小龙被现代火器射杀 这让燕翩翩有些吐死胡悲 这所有人的想法 仅仅也就是电光火石之间 稍纵即逝 而草坪中 只见 黄小龙的身体 出现了诡异的扭曲 整个人 就好像面条一样 柔弱无骨 许多激射过来的子弹 都擦着黄小龙的身体而过 与之同时 黄小龙体表 泛出一阵阵狂风般的气流 一部分子弹 在射过来的时候 根本无法击穿这层气流屏障 竟是凝制在了半空之中 下一刻 吼 黄小龙轻声一吼 气吞山河 全身一抖 空气震暴 无数的弹头 竟是倒飞了回去 扑扑扑扑 草坪周围 不少的枪手 直接被反弹回来的子弹 击穿了身体 鲜血蹦剑 惨叫哀嚎着倒地死去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得燕翩翩和主席台上 高家的族人 眼珠子都快爆出眼眶了 眼前发生的一幕 完全就是颠覆了人类的认知 纵然是燕翩翩 这个鼓舞宗师 整个人都快傻掉了 他也能夺子弹 甚至靠护体蒸气 抵挡子弹 但冲启量也就是小口径手枪 发射的几颗子弹而已 像这么火力集中的射击 瞬间就会将他的护体蒸气 撕成积粉 可是 黄小龙却是闲话家常般地躲着 像在舞蹈 甚至还将一部分弹头反射回去 给对方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他 他不是人 不得不说 以燕翩翩的家世背景 眼界 修为境界 此时此刻 也是忍不住对黄小龙 产生了膜拜之心 对 是膜拜 五体投地的膜拜 可是 下一秒 更让燕翩翩抓狂的事情发生了 消失了 黄小龙居然在众目睽睽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 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宛如人间蒸发 几秒钟之后 枪声戛然而止 枪手们都睁大眼睛 看着空空如也的草坪 这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 高老爷子只觉得毛骨悚然 今日所见之事 已是匪夷所思 不斥于是一场梦 静 安静 微风在吹 草动 就在这时 轰 风生喜 一道旋风 直接冲入草坪边缘 然后 一群枪手的四肢 便是呈现出诡异的折断扭曲 拳击 一声声问响 他们的身体被崩飞了出去 凌空喷血 倒地时 已是一具具僵硬的尸体 黄小龙不想耗费真气去抵挡子弹 索性念了一段隐身咒 在干掉一群枪手之后 他从地上捡起一把冲锋枪 随意地射击 草坪边缘的枪手 纷纷引弹 稻草一般倒在血迫之中 这是一个人力无法对抗的敌人 杀死他就是痴人说梦 幸存的枪手和傭兵们 心胆剧烈地丢弃了自己的武器 发狂时的逃离 这就是一个恶魔尽情杀戮的场地 凡人唯一能做的 就是竭尽全力的逃离 显然 黄小龙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 他不断地从地上捡起武器 开枪 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就此画上修纸符 几分钟之后 枪声剑指 草坪周边的人已经死绝 黄小龙的身形 渐渐地显现了出来 他将手中的枪械 扔在了地上 嘴角浮现出一抹玩世不恭的邪魅笑意 一步步地朝主席台走去 这时 主席台上 高家的人 一个个就好像安纯一样 色缩着 颤抖着 用惊恐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灭顶之灾般的绝望 竟像是把他们逃生的勇气都榨干了 他们的自信 狂妄 优越感 已经被黄小龙的手段 打得涓堤不胜 剩下的 全部都是绝望 等等 燕翩翩稳定了一下情绪 及格起落 来到了黄小龙的身边 用精锯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哦 你想救高家的人 黄小龙玩味一笑 目光飞快地在燕翩翩那玲珑有致的曼妙娇区上 苏寻了一圈 燕翩翩便体声寒 就好像自己衣不遮体 被黄小龙看了个精光 他咬牙道 别误会 我和高家并没有太深厚的交情 不会以身犯险 为高家出头 可是 你现在 真的打算 灭掉高家满门吗 高老头几次三番 要杀我全家 嘿嘿 我这个人 最讨厌别人拿家人来威胁我 既然他恨不得我满门死 那我就只好灭他全足了 以牙还牙麻 黄小龙理所当然地说道 不过 你等等 你有没有考虑过 今天 将高家灭族 会有怎样的后果 燕翩翩苦口婆心地道 后果 能有什么后果 黄小龙无语得很 你 你这人简直不通情理 对 你是很强 你强大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可是 你再强 也不可能目无法计 无法无天 与国家机器抗衡 今天 道场的人太多了 你大开杀戒 这件事 一定会捅出去的 燕翩翩的神色 欲发严峻起来 许多人 都支持你 可是 并不代表 他们会纵容你屠杀千人 在此之前 你所杀之人 大多数都是亡命之徒 通气犯 杀手 你把他们歼灭 事情还有回旋于地 甚至于 只需要我燕家出面 这件事倒也能够遮掩过去 可是 你要灭高家 那就是公然藐视国家 藐视法律了 难道你想亡命天涯 燕翩翩慎重道 就算是鼓舞强者 也不可能凌驾于国家之上啊 也对 只要立身在世 就不可能与整个国家为敌 杀一人是罪 图万人是雄 这是说的乱世 歌和平年代 这就是大逆不道 造反 我敢说 今天 只要你灭高家 这世界之大 你再也没有理追之地 燕翩翩并没有恐吓黄小龙 他是在诉说一个事实 哼 你那么严肃干嘛 黄小龙嬉笑了起来 我又没说过 要和国家为敌 哼 燕翩翩松了口气 你倒也不是明顽不灵之人 这样吧 你杀了这么多人呢 我燕翩翩出面 替你周旋 不过 高家的人 你惩戒一番便可 不要再大开杀戒了 高家是滨海的大家族 在国内 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你有力量将他们连根拔起 但是你没有力量善后 而 我说不和国家作对 又没有说不灭高家 黄小龙诺然道 高家 还是要灭的 你 你 我说那么多 你 你还没醒悟 燕翩翩翩气得直跺脚 哈哈哈哈 我今天既要灭高家 又不会招来任何后患 你信不信 黄小龙玩味一笑 怎么可能 燕翩翩脸色阴沉 你简直就是在白日做梦 今天高家一灭 明天 你就将成为众矢之地 就算你把今天到场之人 全部杀了灭口 也在劫难逃 只包不住火 嗯 既然你不相信 我们就打嗝赌 黄小龙满不在乎的道 我现在去灭杀高家满门 然后呢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善后 明天我就在家里安安稳稳睡大觉 没有任何人会来找我的麻烦 哼 你以为你是谁 你是只手遮天的帝王 燕翩翩冷笑了以下 你敢不敢和我赌 你若输了 就乖乖做我的丫鬟 为我端茶地水 暖床事情 怎么样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笑话 我有什么不敢赌的 燕翩翩讽刺道 这件事 你真能压下来 我燕翩翩就给你端茶地水 暖床事情 不要说做丫鬟了 你要我做牛做马都行 好 一言为定 李是鼓舞宗师 想必不会食阴而肥 那样会影响你的武道之心 黄小龙眼中 满是亢奋 咕拢着 收了紫衣鬼和鬼王做丫鬟 现在 再收一个鼓舞宗师做丫鬟 好玩 真是好玩 说着 黄小龙继续朝主席抬走去 李 你别过来 我 我高家 我高家在京城 也有 也有一些人脉根基 你敢 你敢动我们 插翅难飞 高老爷子惊骇欲绝地看着黄小龙 嘿嘿 今天 我会亲手送你们去地府报道 你们应该感到很荣幸才对 黄小龙笑得比阳光还灿烂 第373章规则是为弱者设定的 黄小龙走到了高老爷子的身前 此时 那不可一世的高老爷子 脸色却也是苍白如指 眼神怨毒至深 咬牙切齿地诅咒到 小杂种 今天 但凡今天 我高家能够有人活命 我高家香火不断 终有一天 必然要报仇 这些海参仇 必须用你的命 才能够抵偿 呃 黄小龙唯唯一笑 都这时候了 还想报复我 唉 还真是没有看清楚形势呢 说话间 黄小龙的目光 扫了高家全体族人一眼 黄小龙的眼神 就好像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一样 吹在了高家族人的脸上 他们的内心 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这些人素来骄傲自负 但其实都只是家事 力量 权势 财富带给他们的外壳而已 一旦遭到失败 被人敲碎了这一层外壳 让他们面对更强大的存在 面对死亡 他们甚至比普通人更加不堪 毕竟 他们比普通人更爱惜自己那金贵的生命 许多的高家族人 眼神中 都流露出哀求的味道 只是在高老爷子的鸡威之下 暂时还没有人放声求饶 高老爷子力吼道 都给我硬气点 我高家之人 从来没有软骨头 不要摇尾起帘 这小杂种 不敢怎么样的 燕翩翩站在一旁 目光闪烁 心头也是胡一不定 这疯子 真的敢动手 他说能够善后 我倒要看看 他想如何善后 就在这时 老匹夫 老杂种 指人高天祥 缓缓地走上前来 站在了高老爷子身前 你这老匹夫 居然敢得罪大人 你说你该不该死 蒙逼了 高老爷子 以及高家所有的族人 都蒙逼了 在这生死关头 高老爷子最为溺爱的孙子 高家第三代杰出的才俊 高天祥 居然六亲不认 跑出来咒骂高老爷子 而且称黄小龙为大人天祥 李吃错药了 高老爷子圣怒不已 啪 指人高天祥 反手一个耳光 直接抽在高老爷子脸上 将他打得侧叠出去 不停地咳血 你 你 你 高老爷子用极度匪夷所思的目光 看着指人高天祥 此时 指人高天祥的瞳孔 泛出一丝惨碧色的忧光 宛如灵火 李不是我孙子 李不是天祥 李 你究竟是谁 高老爷子只觉得眼前的高天祥 气质与自己孙子 迥然有别 尤其是那眼神 更是不似人类 如那荒野的恶狼一般恐怖 他毛骨悚然地惊呼道 假的 李 你不是我孙子 大人 我来动手吧 指人高天祥 舔了舔嘴唇 高老头 不用忘记数观察过 你也绝非好人 毕生害死的人 恐怕不下双十之醋 因此 你该死 黄小龙也不墨迹了 右手轻轻一挥 一道真气刀芒 隔空杀出 扑 高老爷子的头颅 冲天而起 井血狂喷 白色魂体刚刚出窍 便是被指人高天祥一口吞噬掉了 高家之人 无不惊悚 高老爷子 死了 真的死了 在他八十大寿的当天 被杀死了 一个雄距滨海的萧雄 一个古老家族的画室人 德高望重的老者 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被人砍掉了头颅 就好像 一只鸡被宰杀了一般 燕翩翩在一旁 瞳孔收缩如针芒 还争敢杀 这疯子 恐怕 天下间 没有什么事情 是他不敢做的 太疯狂了 好 我不管了 现在我就看 他如何收场 哼 随着高老爷子的允命 高家之人 失去了精神领袖 被抽掉了主心骨 一个嗝的 心神崩溃 开始跪着向黄小龙磕头求饶 饶命啊 饶命 虽然我姓高 但我常年不在滨海啊 我只是高家的庞系之脉成员啊 饶命 放过我吧 其实我早就想脱离高家 和高家断绝关系了 我从小就讨厌爷爷 相信我 我 我是任贼做父 我只求活命啊 我愿意把全部的财产 都交给你 请放过我这条狗命 看着满地打滚求饶的高家族人 黄小龙并没有马上展开杀戮 通过忘记术 黄小龙将这些高家族人 分为两类 一类是坏人 就是作恶多端 欺男霸女 草菅人命 手头上沾满血腥气的 另一类自然是好人 也就是身上没有血腥味 没害死过人的 黄小龙一挥手 一股飙风吹过 被判定为好人的 便是直接被吹飞开去 并且像是被点中了什么穴位 顿时昏迷了过去 不省人事 接下来 刀光连闪 黄小龙用蒸汽刀芒 砍瓜切菜一般 将高家的坏人 尽数杀绝 整个生日宴会场地 充斥着浓郁化不开的血腥味 你 你终于还是 还是动手了 宴翩翩无力地摇了摇头 此事 已经没有我插足的余地了 现在 我看你怎么善后 你打破了规则 会被规则碾压成鸡粉的 规则 黄小龙哑然失笑 随口道 规则是为弱者设定的 强词夺理 燕翩翩越来越觉得黄小龙这人 不可以常理测度 啊 好了 我要开始善后了 黄小龙活动了一下筋骨 燕翩翩在一旁 因着脸看 黄小龙拙劣的表演局面 已经无法收拾了 你特麻这都能善后 我燕翩翩给你写一个福字 燕翩翩双手环抱 嘴角倾起了一抹明显的激缝 下一秒 燕翩翩的嘴巴 皱然大张 仿佛能够塞进一条黄瓜 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 黄小龙拿出阴魂筒 掀开盖子 促使到夹杂着鬼哭狼嚎的黑气 从阴魂筒中狂飙而出 每一道黑气 在落地之后 都化为一个阴气森森的厉鬼 有的满脸鲜血 有的舌头拉长 有的脸色苍白浮肿 一个比一个可怕 一个比一个圣人 红衣 橙衣 黄衣 绿衣 这一刻 燕翩翩全身鸡皮疙瘩抱起 一丝丝凉气顺着脊椎骨 嗖嗖嗖嗖往上窜 他发誓 他这一生 还从来没有见过 比眼前这一幕 更为荒谬 更为可怕 更为恐怖之事 这股武宗师 也如普通人一般 连连退后 花容失色 颤声道 这些 这些都是什么怪物 下一秒 拜见大人 厉鬼们纷纷对着 黄小龙双膝跪地 磕头如捣蒜 黄小龙从随身帆布包包里 取出几瓶化石粉 扔给几名厉鬼 把所有的尸体 血迹 狼籍之物 通通处理干净 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是 大人 第374张乖 叫一声柱子听听 在厉鬼们处理现场 尸体与血迹的时候 黄小龙冲着 指人高天翔点了点头 大人 我马上去 指人高天翔转身离开 不多时 指人高天翔 亲自开着一辆大货车 驶入草坪 下车后 又亲自打开车厢 将一个格早就准备好的指人 抬了下来 其他厉鬼 上前帮忙 很快 厂长的一排指人 在草坪中摆了开来 足足有上百之促 这些指人的形象 有高老爷子 有高家第一代元老 有高家第二代人物 也有高家第三代 第四代 近数都是 刚才被黄小龙诛杀的 高家族人 艳翩翩牙关打战 实在想不明白 黄小龙究竟要干什么 只觉得 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指人 看上去是那么的诡异 那么的可怕 甚至有的指人 似乎还在对焰 翩翩眨着眼睛 摆好指人之后 黄小龙又从帆布包包里 取出一叠早就准备好的符传 手脚麻利的挨个人 贴在每一个指人身上 完试人之后 黄小龙默默念咒 魂灵指灵 酒窍皆明 外聚四项 内全无形 给我起 随着指人身上的符传自然 化为精细入体 醒刻之间 一个格指人 整齐化一地站了起来 活了 全活了 指人们纷纷地活动着筋骨 眼珠子咕噜噜地转动着 咯咯咯咯咯 眼翩翩完全失去了熟女风度 喉咙中迸发出无意识的怪声 将双手放在了口中 死死地咬着手指 将指头咬破 渗出了鲜血 她也浑然不觉 她的眼珠子 瞪大如牛卵子 焦躯却是在不停打着白子 燕偏偏从小到大 就喜欢看恐怖片 她也看过无可计数的恐怖片 但没有什么恐怖片 能够真正地吓到她 但是今天 她彻彻底底地被吓破了胆 一般的指人 是怕风怕火怕光的 所以 这些指人 身体都轻飘飘地在半空中吹浮了起来 就好像一剑剑被风吹起来的破衣衫 黄小龙打开阴魂筒 又放了不少厉鬼出来 然后一声令下 咻 咻 咻 阴魂厉鬼开始对指人附身 一个个悬浮在空中的指人 双足落地 站稳了 眼神变得诡异邪恶起来 被厉鬼附身的指人 有阴系护体 不怕风不怕火不怕光 甚至有了一些铜皮铁骨的特征 普通的符传 也难以伤他们 若 高家殉命之人 他们的魂体还在附近 你们去将他们的魂体吞噬掉 剥夺他们的记忆 黄小龙发号施令 指人高天祥 也是一张嘴 将高老爷子的魂体吐了出来 那指人高老爷子 迅速吞掉 消化 掌握了高老爷子的记忆 哈哈哈哈 老朽今天八十大寿 各路冰棚来喝 真是荣幸啊 倍感荣幸 指人高老爷子 爽朗发笑 然后静止朝燕 翩翩翩走了过去 双手一拱 燕小姐 您千里迢迢 从京城赶来滨海 为老头子庆生 这是于尊将贵 老头子可是受宠若惊啊 以后 燕小姐您有什么吩咐 尽管开口 我高家上下 无不遵从 别 别 别过来 你 你是什么怪物 你 燕翩翩下的连连后退 差点摔倒 眼前这个指人高老爷子 在吞噬了高老爷子的魂体之后 不但汲取了高老爷子的记忆 而且 说话的语态 语气 相调 甚至思维方式 活脱脱就是和真正的高老爷子 如出一彻 燕翩翩真真产生了错觉 就好像 高老爷子死而复生了 但他明明看到 高老爷子不但死了 而且尸体都被融化掉了 很快 只人们便是将自己所扮演的高家族人之魂体吞掉了 掌握了他们生前的一切 这种情况 宛如夺舍 却朝纠战 与之同时 宛慧现场的所有尸体 都化为浓水 并被冲洗干净 血迹也不再残留 被清洗得干钱净净 黄小龙又从帆布包包中 取出几天前就化好的厚厚一叠湿衣服 分发给了高家的指人们 让他们去完成最后一个工作 将今天到场之人的一部分记忆 统统洗掉 之前站队支持黄小龙的人 譬如林家 书家 孙家之人 尽数都被鬼遮掩了 但没有离开高家租屋别墅区 在幻觉的支配下 他们都在别墅区周边逛荡 高家指人们效率极高 分别在这些人的额头上贴了试衣服 然后又在高家幸存的一小部分族人额头上贴上试衣服 半个小时后 指人高老爷子站在主席台上 朗声大笑道 哈哈哈哈 各位尊敬的宾客 至此完毕 现在请大家尽情地用餐 草坪中的作息区域 姐 这高老头还真是能说会到啊 这都几点了 才说完 都快饿死了 林子聪一脸不满地对坐在身旁的林静抱怨道 嗯 吃东西吧 林静点了点头 忽然 他醋没到 好奇怪 刚才 刚才好像发生了什么 但 但是现在却记不起来了 林静轻轻拍了拍头 扑 姐 你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要不 给自己放个价 林子聪笑道 高家下人们 将大量摆满美食美酒的餐桌 推到了草坪中 宴会是自助餐形式 宾客们喜笑颜开地挑选着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手握酒杯 欢声交谈 宴会现场的气氛 极为的融洽 指人高老爷子 手握酒杯 带着自己的儿孙们 周旋在草坪中 时尔爽朗大笑着 哈哈哈哈 林老哥 咱们老兄弟两个 多久没一起喝酒了 来来来 干一杯 林家族长 林老爷子 也是笑着与指人高老爷子碰杯 高老弟 干杯 哦 孙老弟 来来来 干一杯 哟 这是你孙女唯唯吧 嘖嘖 你大十八遍 出落得这么俊俏了啊 好好好 出老弟 那快递 还得咱们两家合作才行啊 哈哈哈哈 有钱大家赚麻 指人高老爷子 长袖善武 楚事圆滑 将众多的宾客 招呼得极为周到 这时 姐 我老师怎么来了 还在那边吃东西 林子聪嘴里一边咀嚼着 一边看着不远处 和雁偏偏站在一张餐桌前的黄小龙 我晕 小龙是怎么混进来的 林静眼睛瞪大 他 他还真是不嫌事儿大啊 走 姐 我们过去看看 林子聪端着餐盘就朝黄小龙走去 这边 黄小龙一边狼喷虎咽着 一边对咽翩翩道 那啥 现在你是我身边的小丫鬟了 你知道一个丫鬟应该怎么服事讨好主子吧 来 乖 叫一声主子来听听 快叫 第三百七十五章古武太子 主子 燕翩翩翩心情复杂纠结 现在看起来 黄小龙的确是将这场血腥苦沙 生生压住了 燕会场面之和谐 简直就是其了荣荣兵主敬欢 而且 除了燕翩翩之外 其他一干人等 竟皆没有看出丝毫破绽 黄小龙 手段如妖 如魔 如神 现在燕翩翩翩对黄小龙的感情 除了佩服之外 更是心惊胆战 害怕到了极点 纵然他是个鼓舞宗师 但在面对黄小龙的时候 都有一种蝼蚁面对洪荒妖兽的无力感 绝望感 燕翩翩从未试过 如此怕一个人 可是呢 堂堂燕家的天娇神女 要给人当丫鬟 这说不过去啊 被家族高层知道了 也会震怒的 这 这个 燕翩翩吞吞吐吐的道 以 你把所有人的记忆都抹掉了 对啊 抹掉了他们一部分记忆吧 黄小龙一边大嚼着美味的食物 一边乐滋滋的道 你要不要玩一下 我帮你抹除几天的记忆吧 不 不要 以 你别乱来 燕翩翩惊恐色索 哭 你害怕 黄小龙用玩味的眼神看着燕翩翩 这件事我也不怕你说出去 因为 没有人会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燕翩翩一致 也对 如果他去告诉别人 高家的大部分族人 包括高老爷子 都是纸扎人 那别人会以为他练功把自己练到走火入谋了 同理 他去告诉别人 今天到场的每一个人 都被洗脑 抹去了一段记忆 别人也会笑骂他是疯子 所以愿赌服输 赶紧叫一声主子来听听 黄小龙嬉皮笑脸的道 燕翩翩翩背背斑的御齿 紧咬下唇 飞红的翘脸上 又羞又炯 又是犹豫 眼神变换不定 这个时候 老师 您怎么也来了 林子聪和林静 一脸惊诧地走了过来 小龙 你还真有本事啊 咋混进来的 刚才也没看见你啊 林静一脸担忧 不 高家老头子今天过生日麻 他邀请我过来喝杯酒 我给他面子 所以来了 黄小龙嬉嬉一笑 小龙 正经点 你到底想干嘛 林静认为黄小龙是在说反话 静姐 我真没想过要捣乱的 你以为我会胡来 黄小龙一脸无辜 哈哈哈哈 小龙大师 指人高老爷子 竟然握着酒杯 带着指人高天翔 静止朝着黄小龙走来 小龙 你一定要冷静 不要冲动 林静赶忙对黄小龙递眼色 林子聪则是一脸杀气腾腾地瞪着指人高老爷子 压低嗓音道 老师 怎么搞 等会要动手的时候 您直接给我递个眼色 我把高老头擒住 正所谓擒贼擒王 把高老头拿捏住 整个高家都会投鼠忌气的 搞蛤屁 黄小龙白了林子聪一眼 没见人家对我刻刻气气的麻 指人高老爷子走过来 一脸真挚地对黄小龙道 小龙大师 您能来 简直令我高家 一般见识 天祥 事情因你而起 你还不跪下给小龙大师磕头 指人高天祥二话不说 朝着黄小龙就跪了下去 哐哐哐磕响头 林静和林子聪在一旁 眼睛都看傻了 不 好了 不用磕头了 从现在开始 我和你们高家 就冰是前嫌了 黄小龙大大咧咧地道 多谢小龙大师开恩 这样小龙大师为了弥补我高家犯下的过错 我 我将高家名下一部分产业 转给小龙大师您吧 指人高老爷子 一脸在说肺腑之言的模样 文言 燕翩翩在一旁 简直就是毛骨悚然 狠 这家伙太狠了 不但把人家满门都灭了 还要吞并高家的产业 太狠了 简直就是个爵士狠人 算了算了 你们高家的产业我就不要了 反正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我需要用钱的时候 找你们要就行了 黄小龙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你们去招呼其他人吧 我还没吃饱 我继续吃东西了 指人高老爷子和指人高天翔 屁颠屁颠走了 不是吧 小龙 你到底给高家的人灌了什么迷魂汤啊 高老爷子在你面前 怎么就跟一个奴才似的 林静彻底无语了 这剧本不对啊 静姐 我有人格魅力啊 高家的人都被我感化了 良心发现 改邪归正 戏暗投明 黄小龙不无得意地笑道 在吃完午饭之后 燕偏偏对黄小龙悄声道 你过来 我有话要对你讲 两人来到高家别墅区 一个静谧无人的良亭中 是 没错 是我输了 可是 我有难处 燕偏偏低声道 你想抵赖 黄小龙笑道 不 不是 你听我说 我做你的丫鬟 对于我燕家来说 就是奇耻大辱 燕家高层 也 也不会云可的 戒时 会有争端 我燕家 乃是传承不灭的真正古武世家 远不是滨海高家可比 威胁我吗 黄小龙笑了笑 不 不是这个意思 燕偏偏一咬牙 就算我燕家不追究此事 我 我 我的未婚夫 以他的骄傲 也不会放过你 未婚夫 黄小龙愕然 你哪来的未婚夫 你不是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吗 这桩婚事 是 是我小时候就决定好的 我 我的未婚夫 来头很大 燕偏偏眼眸清澈如水 绝非在说谎 匡骗黄小龙 在华夏 存在着一些保留了传承的古武世家 譬如我燕家 至于滨海孙家 其实没有资格被称之为的古武世家 因为孙家的传承太弱 且缺失太多 真正的古武世家 只有十个 我燕家 位列第七 燕偏偏所说这些 黄小龙并不知道 他听得津津有味 我的未婚夫 是轩元家的人 燕翩翩眼中 略过一抹敬畏之色 轩元世家 号称华夏十大古武世家之首 我的未婚夫 是轩元霸 看到黄小龙依然是一脸无动于衷的表情 燕翩翩发几道 轩元霸 是轩元家当代最杰出的天才 头角真容 在十大古武世家的年轻一代中 也是魁首 他被称之为古武太子 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才 十八岁就创建了太子党 党羽遍布全球 威慑四海 并吞巴慌 我是他的未婚妻 那又怎么样啊 黄小龙一脸迷惘 你怎么还不明白 如果 如果我做了你的丫鬟 就 就等于是害了你 燕偏偏美好气的道 虽然我没有见过轩元霸 可他这个人 骄傲自负到了极致 如果他知道 未婚妻给人当了丫鬟 他 他不会放过你的 第三百七十六章 你们通通都是玩具 燕翩翩的话 黄小龙算是听明白了 原来啊 当今世界 古武传承 并没有断绝 所谓的古武是大事家 依旧延续着古武一末的香火 只不过 普通人并不了解这个领域 在古武的世界 貌似轩元世家是领军人物 而轩元世家最优秀的天才轩元霸 被称之为古武太子 他就是燕偏偏的未婚夫 此人 听起来很是牛掰 若是黄小龙将他的未婚妻 抢过来当小丫鬟 这就等于是骑在他头上拉屎拉尿了 他一定会暴怒疯狂的 心念即死 黄小龙呼吸竟是有些粗重了 眼睛里面放射出来兴奋的红光 你 你这是什么表情 燕偏偏惊诧不已 说实话 不是我想赖账 今日所见 实在是超出了我的认知 你的手段 层出不穷 甚至你还会去神弄鬼 而且 我也看不透你的底牌 平心而论 就算是我的未婚夫 古武太子轩元霸 也未必急得上你 不 他九成九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 轩元家族 那可是庞然大物 更能登高一呼 让得其他古武家族 群其响应 你以一人之力 故障难鸣 啊 太有趣了 古武太子 真的太有趣了 黄小龙忽然亢奋大吼 打断了燕翩翩的话 想不到 世界上还有如此有趣的家伙 哇塞 十大古武世家 燕家 轩元家 太精彩了 而黄小龙的反应 简直让燕翩翩手足无措 精彩 有趣 这 这是什么意思 嗯 会很好玩 黄小龙一本正经的看着燕翩翩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 我来到了城里 想好好的玩一下 游戏人间 燕翩翩理解着黄小龙的话 对 你有游戏人间的资本 可是 在城里 好玩的事情并不是太多 黄小龙继续道 抓鬼 也不是每天都有的抓 而且对付一般的小鬼 没什么乐趣 至于高家这等存在 我想灭就灭 和他们玩 实在也提不起兴趣 现在好了 居然有十大古武家族 这种精彩好玩的存在 我很开心啊 古武太子轩元霸 希望他不会让我无聊到打瞌睡 黄小龙的确玩新大起 你 你真是个疯子 十大古武家族 居然 居然被你当成玩具 燕翩翩被黄小龙的言辞给震撼住了 其实对于黄小龙这个地府的掌控者来说 整个世界 都是一个游乐场 他玩世不恭 游戏封尘 能遇到令他感兴趣的玩具 的确足以让他兴奋好一阵子 是的 在他看来 高家式玩具 十大古武家族也是玩具 轩元家族和轩元霸同样是玩具 唯一的区别在于 有的玩具好玩 有的玩具很无聊 不可理喻 艳翩翩皱眉道 高家和十大古武家族的任何一个比起来 都太渺小了 有着天壤云尼之别 几千年的古武传承 绝非儿戏 对了 你很喜欢那个什么轩元霸吗 黄小龙一脸八卦地问道 我我才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轩元霸 和谈喜欢 艳翩翩脸上浮现出一抹略显无奈之色 我对轩元霸 只有敬佩之心 暂时还没有喜欢之情 出其敬佩 艳翩翩忍不住看了黄小龙一眼 今天 黄小龙的表现 让得艳翩翩翩内心深处 对轩元霸的佩服和崇拜 轰然倒塌 黄小龙那妖魔般的身影 已然是深深烙在他的心里 一声休想抹去 毕竟 他对轩元霸的崇拜和佩服 仅仅只是来自于耳闻 除非轩元霸能够当着他的面 以强势的姿态 挫败黄小龙 好了 不管你是不是那个什么轩元霸的未婚妻 总而言之 你当定我的小丫鬟了 黄小龙有些强势的道 不过我不喜欢强人所难 今天我就不勉强你了 嘿嘿嘿 总有一天 你会心甘情愿 哭着求我收你当丫鬟的 我在滨海还没玩够 等我玩够了 就会去找轩元霸玩 鼓舞太子 哈哈哈哈 这个外号真的很傻比啊 说着 黄小龙拿出一张黄纸 一支朱砂笔 笑嘻嘻地对眼翩翩道 把你的农历生辰八字告诉我 这 眼翩翩迟疑了一下 黄小龙不满道 这次我都不强迫你给我端茶地水暖床事情了 你还不知足 你要是不把农历生辰八字告诉我 那我今晚就拉你去我家是请 别 眼翩翩机灵灵打了个冷颤 他丝毫也不怀疑 黄小龙能够轻而易举得到他的清白之躯 更为恐怖的是 事后黄小龙把他的记忆抹除掉 他连是被谁夺了一穴都不知道 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 我说 我告诉你 燕翩翩其实很害怕黄小龙 这时也不隐瞒 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农历生辰八字告诉了黄小龙 黄小龙比走龙蛇的在黄纸上画符 口中道 好了 你可以走了 你 你真的就这么放过我 燕翩翩有点不太敢相信 是啊 我骗你做什么 黄小龙一脸认真的道 你走吧 我用你的名字和农历生辰八字 画了一张追魂符 以后只要我想找你 无论你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我都能找到你 就算是你死了 变成了鬼 我也能找到你的阴魂 咦 你这也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 燕翩翩骇然道 不过分啊 反正你迟早都是我的小丫鬟 我随时都可以来找你啊 黄小龙理所当然地说道 燕翩翩无力吐槽 他深深地凝视着黄小龙 也不知道今日之事 究竟是福还是货 黄小龙将画好的追魂符放入怀里 恰好这个时候 手机来电铃声响起 拿出手机一看 是苏小曼打过来的 黄小龙笑嘻嘻地接听电话 小曼姐 想我啦 电话那边 苏小曼显得很是开心 小龙 今晚一起吃饭好吗 文言 黄小龙略感好奇 最近一段时间 苏小曼都忙着做薰鸭生意 分身乏术 今天倒是有些反常 居然主动约黄小龙吃晚饭 小曼姐 你有什么事吗 黄小龙问道 嗯 小龙 我弟弟回来了 苏小曼笑道 我 我想 我想让你和他见个面 小龙 我 我爸妈死得早 就 就剩我弟弟这一个亲人了 我和弟弟从小都是相依为命的 小龙 你能来吗 苏小曼的弟弟 黄小龙 莫然 这家伙把苏小曼坑得不轻啊 上次 这伙在虎哥的赌场里 连本带利输了好几十万 然后跑路了 虎哥要占药到苏小曼头上 差点拉他去肉肠 得了 现在债还清了 这家伙便回来了 好 小曼姐 你的弟弟 就是我小舅子 那一起吃个晚饭吧 黄小龙点头答应道 不过 我今天非得揍他一顿不可 第三百七十七张 你要死了 高家这边的事 已经处理完了 给燕翩翩翩化了追魂符 也不怕他跑到天上去 当下 黄小龙转身就走 静止离开高家别墅区域 燕翩翩目送着黄小龙的背影离去 心头五味杂陈 喃喃自语道 圈圆霸是当时天骄 鼓舞一墨的太子 而这个黄小龙更是可怕如妖魔一般 难道 他们二人注定要 要有一番龙争虎斗 算了 希望黄小龙说要收我当小丫鬟 只是一时兴起 闹着玩的潜意识里 燕翩翩翩也不希望看到 黄小龙和轩元霸 这两个当时的顶尖人物 火星撞地球 离开高家祖屋后 黄小龙开着车 来到和苏小曼约定见面的地方 这是一家酒楼 苏小曼已经开好一个包间等黄小龙 黄小龙先和小舅子见面 然后三人共进晚餐 一个精致的包间内 苏小曼化了淡妆 瀑布一般的长发 淡雅的连衣裙 标准的瓜子脸 聪明的杏仁眼 那稳重端庄的气质 在轻挑的人见了他都会小心翼翼 在苏小曼身旁 大大咧咧地坐着一个比黄小龙还小一些的少年 他五官样貌 倒是颇为英俊 只不过脸上有一股子脾气 叼着一支烟 满脸不耐烦的表情 姐 我这刚回家 你就带我来见什么人 到底是什么人啊 男人 苏小曼脸色微微一红 点头道 嗯 是 是个男人 我知道了 少年猛然一拍桌子 姐 你有男朋友了 嘖嘖 姐 怪不得你今天出门还化妆了 以前你从来不化妆的 原来是约了男朋友啊 不过 姐 作为你的弟弟 我必须的替你好好把关 你这么漂亮 小心被一些无耻的男人欺骗感情 姐 你放心 要是那个男人不靠谱 今天我就胖揍他一顿 小强 你给我闭嘴 苏小曼有些愈怒了 你这个惹祸惊 上次你去虎哥的场子里赌钱 借了高利贷 虎哥上门讨债 就是 就是他替你还的钱 还有 那间熏鸭店 还有熏鸭的秘方 都是他给的 你 你如果不尊重他 我 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弟了 哦哦哦 我知道了 有钱的公子哥马 姐 他这么砸钱 无非就是为了泡你 少年小强 一脸不屑的道 姐 他替我还赌债 我还是很感激他的 不过不能够因为感激 我就叫他姐夫 就在这时 包间门外 传来一把懒洋洋的声音 你要怎么样 才肯叫我姐夫 嗯 包间门开 黄小龙闲停 信不得走了进来 小龙 一看到黄小龙 苏小曼整个人就非常的开心快活 他连忙站起来把一张椅子拉开 小龙 你过来坐 我 这个就是我弟弟 小强 黄小龙随意瞟了小强一眼 便是顺势坐了下来 小强 这是 但是在把黄小龙介绍给小强的时候 苏小曼倒是有些迟疑 李叔让弟弟跟着自己叫小龙麻 这明显不合适 叫一声龙哥 又显得太生分了 直接叫姐夫呢 苏小曼脸嫩又说不出口 其实他是最希望自己弟弟 称黄小龙为姐夫的 黄小龙抢白道 就叫姐夫吧 哈哈哈哈哈哈 文言 小强却是大笑了起来 他对黄小龙几眉弄眼的道 我凭什么叫你姐夫 别以为砸了点钱 就能把我姐给摆平了 今天 你的锅我这关 你知道吗 苏小强一看黄小龙 就觉得这人年龄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 又不是那种高大威武 hold住的人物 也没什么气场 因此第一印象 苏小强便是有些看不上黄小龙 再则 苏小强和苏小曼 是相依为命长大的 他其实是很爱自己这个姐姐的 真心不希望自己的宝贝姐姐 去找一个不靠谱的男朋友 另外也有些吃醋 有些妒忌 姐姐有了姐夫 以后对他的关爱 或许就会减少 不如从前 这第一次见面 苏小强便是极为抵触黄小龙 生怕黄小龙从他身边 把姐姐抢走了 小强 李太放肆了 李太 你太让我失望了 苏小曼又急又怒 我和小龙 根本就不是因为钱 你不懂得 今天让你和小龙见面 就是 就是想让你跟着小龙 多学点本事 你成天吊儿郎当的 以后怎么办 姐 我跟他学本事 他有什么本事 你看他那样子 我看 比我还不如呢 苏小强讥讽到 在苏小曼心中 黄小龙就是他的挚爱 他的真命天子 容不得任何人去玷污 去侮辱 包括他的亲弟点 也不能 正怒之下 苏小曼直接扬起巴掌 就要狠狠抽 苏小强一个耳光 忽然 黄小龙却一把 拽住了苏小曼的手 然后 玩味地看着苏小强 你不肯叫我姐夫 看来 你很不服我啊 嘿嘿 我就是不服你 苏小强直言不讳的道 你有什么值得我服的 额 如果你能让我服你 我叫你姐夫也无所谓 额 嗯 黄小龙卿轻松开苏小曼的手 示意他不要生气 你快要死了 黄小龙细虐地看着苏小强 但语气却颇为认真 可怜啊 年纪轻轻的 就这么死了 如果你叫我姐夫 看在小曼姐的份上 我还不能不管你 既然你不愿意叫 那我只好看着你死翘翘了 妈的 你咒我 苏小强勃然大怒 苏小曼却是整个人惊骇无比 小龙 你说的 你说的是真的 小强他 他生病了 出话间 晶莹的泪珠 在苏小曼眼眶里打滚 他没别的亲人了 就只有这唯一的弟弟了 哪怕他在玩猎 毕竟也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啊 苏小曼知道黄小龙的能耐 如果黄小龙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那苏小强就真的危险了 里的极恶宫生了一颗痣 这让本来风润有光的极恶宫 却因为这一颗痣而暗淡无光 这说明你命中有一劫 躲是躲不过去的 黄小龙看着苏小强 慢条斯理的道 噗啊哈哈哈哈 姐 原来这家伙是个神棍啊 哈哈哈哈 叫死我了 苏小强狂笑了起来 呵呵呵 你的眼尾夫妻攻风龙平整 有桃花之气 不过 这桃花之气 乌黑之中 夹杂鬼气和阴气 黄小龙忽然饶有兴致的笑道 你最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是不是 说着 黄小龙看向了苏小强的左手 在她的左手无名指上 戴着一枚造型古仆的金戒指 那女孩子 还送了一枚金戒指给你 对吧 文言 苏小强的笑声凝固 她有些发呆地看着黄小龙 咦 你怎么知道 小龙 到底怎么回事啊 苏小慢在一旁关心则乱的道 小慢姐 你弟弟被一只女鬼看上了啊 女鬼在她左手无名指上 套了一枚金戒指 这是要和她结婚的意思啊 黄小龙笑嘻嘻的道 第三百七十八张鬼车 黄小龙的话 不由让苏小强陷入了慌乱之中 他那张脾气十足的脸孔 意识浮现出来了一道道惊骇之色 正如黄小龙所说 她近几天偷偷回到荔枝区 却是莫名其妙走了桃花运 邂逅了一位漂亮姑娘 那姑娘似乎对她也很有好感 两人第一次见面 姑娘就主动送了一枚金戒指给她 还亲手给她带到了左手无名指上 这件事儿 苏小强谁也没告诉 没想到却是被黄小龙一语道破 黄小龙笑嘻嘻地看着苏小强 就好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 新手带住了一头猎物 你这个叫做鬼韵桃花 他送给你的戒指 就是结婚戒指了 既然你收了他的戒指 这一生就休想摆脱他的纠缠 这个这个不可能 那姑娘挺漂亮的 怎么可能是鬼 苏小强一时间还难以接受鬼神之说 便是狡辩了起来 没有证据 你根本就没有证据 哼 想要证据 那还不简单 黄小龙不屑地笑了笑 然后从随身帆布包包里 取出一张现行符 睁大眼睛看好了 黄小龙轻轻一抖手 符转自然 一道金光在这个包间里闪过 然后 苏小强左手无名指上的金戒指 完全变了模样 只见 在戒指的表现 布满了污垢与烂泥 还有一些腐烂的碎树叶 还阴晕着一层浓浓的阴气 一只狮虫像是盘龙一样 脚在戒指上蠕动着 这才是金戒指的本来面目 看到这一幕 苏小强和苏小曼 都吓得惊叫起来 尤其是苏小强 额头上和脸上 黄豆大的汗珠子 磅沫而下 气息急促 眼睛里面 也都是浮现出来了一道道的血丝 苏小曼突然拉住黄小龙的胳膊 哭声道 小龙 你一定要救救小强 他刚才对你不礼貌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你打他都行 可千万不要不管他啊 黄小龙拍了拍苏小曼的手背 示意他不要着急 全集 黄小龙拿起桌上的杯子 喝了口茶 淡然看着苏小强 我说过 你死定了 你接受了那只女鬼的结婚戒指 他是不可能放过你的 你以为你很拽 你逗得过厉鬼 我不想死啊 苏小强叫唤了起来 声音极为沙哑 我还年轻 我不想死啊 想不想死 就看你的表现歌 黄小龙眼睛眯缝 苏小强倒是个八面玲珑的人 这时 再也不敢小看黄小龙了 直接站起来 扑通一下 就朝着黄小龙给跪了下去 姐夫 姐夫救我 姐夫 我的亲姐夫 救命啊 求求姐夫救小舅子一命 好吗 这几声姐夫 把黄小龙叫得心里挺爽的 呵呵 你现在服我了吧 黄小龙大大咧咧地道 服 哦 姐夫 我绝必服您 把我姐交给您 我放心啊 苏小强的嘴巴是很甜的 姐夫 以后您就是我的亲人了 我亲人不多 就您和我姐两个 您可一定要救我一命啊 得了得了 站起来吧 别跪了 以后老老实实的 别太嚣张了 这次 我帮你 黄小龙笑了笑 苏小强这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坐好 你和那个女鬼才见了一次面吧 黄小龙问道 是是是 姐夫 就一次 我 我承认 我是色迷心窍了 我见她长得漂亮 我 我就 我就主动去搭讪 我会啊 苏小强垂胸笨足地好哭道 具体说说 你和那只女鬼是怎么见面的 黄小龙随口问道 哦 是这样的 苏小强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那天晚上 大概是十一点半 我去外面逛了一圈 然后准备回立志区 我想着打个车回来 结果没想到 路上遇到三百三十路公交车 然后我就上了车 坐了一个站 这 这姑娘 哦 不 这女鬼上来了 她就坐我旁边 不吹不黑 姑娘是挺漂亮的 五官端正 身材也很棒 就是脸白了点 我那天晚上喝了点酒 就忍不住找她搭讪 刚聊几句 她就问我年龄 生肖 我一五一时告诉了她 然后她就说什么子水鼠 丑土牛 子与丑为六合关系 此乃上上等婚配 然后她就拿了这枚戒指出来 让我试试能不能戴上去 我就是了 结果刚刚好 就好像 这枚金戒指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当时我还挺高兴 然后她就说 既然我戴上了 那这枚金戒指就送给我 说完 她就到站下车了 我本来还想把戒指摘了还给她 她却不要我还 下车的时候 还回头对我笑了一下 说 说一定会来找我 本来 苏小强是把这件尸儿当成一桩艳遇 回忆起来是很浪漫很甜蜜的 可现在 知道那漂亮姑娘是指女鬼之后 在叙述这件尸儿的时候 就有些不寒而栗了 嗯 她的确会来找你 你现在是她的老公了 一旦你和她在一起 只要几天 你的阳气就会被她吸干 变成干湿 黄小龙一脸认真的道 草 苏小强脸都下黑了 直接就去摘戒指 咒骂道 扔了 妈的 这晦气的死人东西 我立马给扔了 别扔 扔了你只会更倒霉 因为她会认为你变心 抛弃了她 这样她会用最残忍的方法 把你杀死的 黄小龙笑了笑 扔也不行 不扔也不行 姐夫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苏小强哇哇大哭起来 黄小龙的眼中 却是犯出一抹亢奋的神色 难难道 又有好玩的了 稀稀稀 平淡的生活 又有了新花样啊 不错 不错 小龙 你在嘀嘀咕咕说啥呢 苏小曼紧张稀稀地问道 小曼姐 这件事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黄小龙玩味地看着苏小曼 330路公交车 终点站是立志区 呃 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苏小曼 治了一下 玄机连连点头道 小龙 我是在立志区长大的 当然知道这个了 而且我经常坐330路公交车的 330路公交车 末班车是几点 黄小龙笑问道 晚上8点15分 苏小曼和苏小强 几乎是一口同声地回答道 小强你那天晚上是几点搭的330路公交车 黄小龙凝视苏小强 是 是 晚上11点半 这时 苏小强才反应过来 姐夫 还真别说 有点诡异啊 晚上11点半 这个时间段 330路公交车 早就收车了啊 所以呢 你搭的是一辆鬼车 黄小龙喝了口水 那天晚上 车上的司机 乘客 恐怕通通都是鬼 你小子没死 真是个奇迹 苏小曼和苏小强 倒抽凉气 第379章大了 大了 变大了 黄小龙已经百分之百确定 苏小强那晚搭乘的是鬼车了 一般来说 生人是看不见鬼车的 可惜那晚苏小强足够倒霉罢了 对了 这时 苏小强猛然用手拍了拍脑门 姐 姐夫 前段时间 网上不是说 一辆330路公交车 神秘失踪了吗 公交车的司机 满车的乘客 通通人间蒸发 难不成 失踪的那辆330路公交车 就是 就是那晚 我 我鬼使神拆搭乘的那辆 有可能吧 黄小龙点了点头 关于滨海330路公交车神秘失踪事件 黄小龙在网上也看到过许多信息 其中不乏灵异爱好者杜撰的故事 其中最为靠谱的一条消息是这样说的 当晚 失踪那辆330路公交车 是最后一趟末班车 车上有一个司机 因为是自动售票车 所以不存在售票员 另外还有一些乘客 当时在经过一个站的时候 上来了一女两男三个乘客 上车后他们一句话也不说 而且在车内灯光的映照下 他们脸色泛白 极为骇人 大概过了三 四站地 车里很是安静 突然 车上一位年迈的老太太 一下子站起身子 并且发了风四地 对着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伙子就打 口中还叫骂着说 小伙子刚刚偷了他的钱包 小伙子急了 站起身对着老太太就骂 你那么大的年纪了 怎么还携口喷人呢 老太太也不说话 用两眼怒瞪小伙子 并用左手用力抓着他的上衣领子 就是不放手 小伙子急得满脸通红 说不出话了 老太太开口却说 前面就是派出所了 我们到那里去瓶瓶礼 小伙子急说 去就去 谁怕谁啊 车停下了 老太太抓着小伙子就下了车 他们看着已经远去的公交车 老太太长出了一口气 小伙子不耐烦地说 派出所在哪里啊 老太太却说 派什么所啊 我救了你的命啊 小伙子不解地说 你救了我什么命啊 我怎么了 不是好好的吗 老太太说 刚才后上车的三个人不是人 是鬼啊 小伙子骂道 你是不是神经病 遇到你这个疯婆 我才真见鬼呢 说完扭头就要走 老太太叹气道 你不相信也可以 让我把话说完啊 从他们一上车我就有疑虑 所以我不断回头看他们 说来也巧 可能是因为从窗户吹进的风 让我看到了一切 风把那个穿裙子女孩的裙摆吹了起来 结果我发现 那女孩根本就没有双腿 而且 那两个男人的脸色 太苍白了 跟A四指差不多 当晚 老太太和小伙子就去报了警 结果 那辆330路公交车 晚上并没有回公交公司停车 又过了好几天 整个滨海市 都再也找不到那辆330路公交车了 他神秘失踪了 司机 以及车上的乘客 查无所踪 这件事 是轰动滨海的灵异事件 至今还找不到任何结果 警方也是束手无策 没有一冰点头绪 太吓人了 姐姐 姐夫 太吓人了 我 我咋这么倒霉 居然 居然就撞到那辆失踪的330路公交车了 车上全部是鬼 太恐怖了 苏小强差点吓尿了 现在事情就有点趣味了 黄小龙兴奋地舔了舔嘴唇 当晚失踪的司机和乘客 估摸着 已经尽数死了变成厉鬼 他们夜里还开着鬼车在市区里乱逛 免不得要害生人性命 如果不找到鬼车和这一车厉鬼 还不知道他们会害死多少无辜的人 另外 当时上车的一男二女 九成九也是厉鬼 他们就是让得这一辆330路公交车神秘失踪的罪魁祸首 小龙你 苏小曼看着黄小龙一脸若有所思的表情 不由问道 你 你想 小曼姐 这个灵异事件很有趣啊 我准备调查出真相 黄小龙跃跃欲试 这个时候 苏小强苦着脸道 姐夫 我 我这是耳 您看 怎么 怎么办啊 苏小强担心黄小龙去调查神秘失踪的330路公交车 就忘了帮他处理那个女鬼 这个简单 黄小龙一伸手 已是从苏小强头上拔下几根头发 然后从随身帆布包包里 拿出一张黄纸 一支朱砂笔 问清楚了苏小强的农历生辰八字 写在黄纸上 又把苏小强的头发绑在黄纸上 黄小龙让苏小强咬破手指 滴了一滴写在黄纸上 苏小强一言照办 黄小龙指着黄纸念了段咒语 律令九章 耳座替身 栽恶消亡 完了便将黄纸放入自己兜里 对苏小强道 好了 我给你弄了一张替身符 你把金戒指给我 我把替身符放在身上 那只女鬼就不会来找你了 要找也只会找我 苏小强大喜过望 赶忙将金戒指摘了下来 交给黄小龙 黄小龙一并放入自己兜里 小龙 你 你这样 会不会有危险 苏小曼一脸担忧道 哼 小曼姐 你怎么还替我担心起来了 我还巴不得那个女鬼来找我呢 只要她敢来 我就要她魂飞魄散 黄小龙此举 算是彻底把苏小强这个刺头给折服了 他对黄小龙毕恭毕敬 一口一个姐夫 竭力讨好黄小龙 黄小龙心中却暗暗道 我的把消失那辆330路公交车上 失踪司机和乘客的名单弄到手 这些家伙全部变成厉鬼了 必须要消灭掉他们才行 要查出是当晚的失踪人员名单 就得去公安局查 黄小龙准备联系一下午珊珊 这时 手机来电铃声响起 黄小龙拿起来一看 号码是刚存不久的 飞机场妹指柳飞雷打过来的 黄小龙刚把电话接起来 就听到柳飞雷在电话那头扯开嗓门大叫起来 小龙 大了 大了 变大了 哇哈哈哈哈 黄小龙蒙了一下 旋即眼睛微微一亮 飞雷 那要的效果出来了 哈哈哈哈 小龙下班我请你吃饭 我给你看 我给你摸摸 真的变大了 柳飞雷激动的几乎要从手机里爬出来对黄小龙动手动脚了 听到这个消息 黄小龙心中也是一喜 下意识抬眼看了看苏小曼胸前那一对小小的山包 忽然 黄小龙想到 柳飞雷也在公安局上班 因此便是直接道 对了 飞雷 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份名单 呃 什么名单 柳飞雷狂笑着问道 前段时间 三百三十路公交车失踪人员的详细名单 黄小龙直接道 呃 那行 我现在就去帮你查 晚上一起吃饭 我把名单给你 柳飞雷没等黄小龙回话 便急匆匆的道 请挂了 小龙 晚上不见不散 哈 我倒要看看 飞雷那 那啥到底多大了 他还要给我摸摸 好啊好啊 我就去摸摸看 黄小龙嘴角 浮现出一抹笑意 第三百八十章要输了 和柳飞雷结束了通话后 黄小龙便站起来对苏小曼道 小曼姐 我临时有点失耳 今晚就不陪你吃饭了 那啥 上次 我不是说 要帮你把那的变大吗 我已经找过小白鼠试药了 现在我就去看看效果 小曼姐你等着 用不了几天 你的身材就会变得非常火辣了 文言 苏小曼连耳根都红透了 低垂着头道 小龙 反正今天你和小强也见过面了 你有事的话 先去忙吧 咱们 咱们下次再一起吃饭 姐夫慢走 苏小强一场乖巧地站起来 恭送黄小龙 从酒店里出来 距离晚饭时间 还有一会儿 黄小龙就准备自个儿逛逛 然后打电话给柳飞蕾问一下见面地点 十几分钟后 柳飞蕾打电话过来了 飞蕾 我让你帮我查的名单怎么样了 还有 晚上咱们去啥地方吃饭啊 黄小龙问道 下象棋 下象棋 柳飞蕾解释道 原来啊 柳飞蕾是一个象棋爱好者 下象棋会给他一种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的王者气概 他本人亦是一名百战不败的象棋高手 参加过滨海市举办的许多业余象棋大赛 拿冠军拿到手软 后来呢 因为柳飞蕾奇迹太高了 也没人愿意陪他玩 被他虐了 高手寂寞的他 为了解决其影 激励挑战者 便是宣布了一件事儿 他可以接受任何人的挑战 只要在棋盘上赢了他 那他就答应对方一件事 不过 挑战者陆陆续续的出现 但貌似从来没有人赢过他 今天有个男人 倒是直接向柳飞蕾发起了挑战 据说是见他的胸完成了第二次发育 变得硕大无棚 所以起了色心 信心满满地说要赢柳飞蕾一次 只要这男人赢了 柳飞蕾就得答应 陪他去开房 啪啪啪 柳飞蕾对自己的奇迹 那是极为自负的 再说以前他赢过这个男的 所以浑然不将其放在眼里 毅然接受了这次挑战 两人决战之地 就是春华广场的一个棋牌娱乐室 过曹 飞蕾也是葛不安分的人啊 挂了电话 黄小龙无语地叹了口气 要是今天他阴沟里翻船 可就要被人带去酒店啪啪啪了 旋即 黄小龙也是准备过去看看热闹 立马开车直奔春华广场 此时 春华广场的一间棋牌室 一男一女正对做着博弈 里外三层 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有的是在看棋 有的是在看下棋的女人 下棋的女人 自然就是柳飞蕾了 她已经成为了整个棋牌室的焦点 因为 她的胸太大了 简直就是波涛汹涌啊 旧活像是在衣服里塞了两个椰子 上身随意移动 就一抖一抖的 太吸人眼球了 再加上柳飞蕾人长得本来就很卡哇伊 很清纯 很漂亮 今天化了点淡妆 下班后又换了一双鱼网丝袜 一对高跟鞋 整体来说 真的太够位了 以前那个骨子里有点自卑的飞机场妹子 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现在的柳飞蕾 就是个神采飞扬的女神级游物 可以说 黄小龙给她的几颗疯胸药 改变了她的人生 这和书青兰有异曲同工之妙 坐在柳飞蕾对面 挑战她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肌肤有黑 长相绝对谈不上英俊 反而长了一对三角眼 很有点猥琐 此时 这男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柳飞蕾的胸 时不时就吞咽一口口水 更显得猥琐了 黄小龙一进棋牌室 看到柳飞蕾 人也呆住了 我了葛去 不是吧 这是鸟枪换炮了啊 不过 也太大了点吧 飞蕾一口气吞了四颗药 看样子 其实吞两颗就差不多了 与之同时 黄小龙便是听到 围观的奇迷 有的在议论着 这一步棋 这姑娘已经考虑了足足二十分钟了 还是没想出来怎么解 多半是输定了 不是吧 文言 黄小龙恶然不已 飞蕾处于劣势 要输了 她不是号称 滨海象棋界的女皇麻 黄小龙从人群里挤了进去 只见柳飞蕾秀眉紧锁 那清纯且戴着卡哇伊风格的脸上 布满了胶着和紧张的表情 水汪汪的大眼睛死死盯着棋盘 额头上已是渗出了细细蜜蜜的汗珠 呵呵呵呵 蕾蕾 这一步棋 你已经足足思考了二十几分钟了 怎么 还没想出来 我看啊 你干脆认输算了 柳飞蕾的对手 那个三角眼猥琐男人 盯着柳飞蕾的胸 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 别急 我还没输 柳飞蕾怒声道 她忍不住抬眼看了看对面的男人 心里泛起一种难以描述的害怕和恶心 完了 妈的 这家伙因我 不知道他去哪儿学来的棋局 把我引入圈套 这回 我不是输定了 草 我真要陪他去开房 和他啪啪啪 我了个去 这么错的男人 老娘我还是楚啊 完了 完了 老天爷 你赶紧帮帮我啊 我的清白可不能毁在这种男人手里啊 哈哈哈哈 累累 你就不要在这儿拖延时间了 好了 最后给你三分钟 男人眼中浮现出极不可耐的表情 三分钟之内 如果你没办法反败为胜 那就是你输了 然后 你亲口答应下来的彩头 哈哈哈哈 这男人 盯上柳飞蕾已经很久了 以前柳飞蕾还是飞机场的时候 他就有那个意思了 毕竟柳飞蕾的五官长相身高 都是蛮不错的 可柳飞蕾根本不给他机会 他知道柳飞蕾爱骑成吃 并且放出话 只要在棋盘上能赢他 就可以让他答应一件事 因此 这男人筹划了许久 花重金聘请了国内一名退役的职业棋手 叫他下棋 时间不长 他便其力大尽 而且还从那退役职业棋手的手中 拿到了一局当时几乎无人可解的棋局 这棋局是那退役职业棋手根据古代的一个名局 加以精心改良 自创出来的一个局 可以说打遍当今棋谈无敌手 仗着这个棋局 这男人自然稳稳吃定了柳飞蕾 现在的柳飞蕾 弥补了飞机场这个天生缺憾之后 魅力更是大了醋被不止 这男人都恨不得立刻把他拉去开房 尽情的那啥 雷雷 你还剩下一分钟 哈哈 只剩下一分钟了 男人激动不已的低吼着 我要赢了 雷雷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女人了 太爽了 第381章失踪人员名单